第5561章 毁墨巢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墨墨 虽然没有发现那墨族王主的踪影 不过杨开能够肯定 对方便在不回关中 对墨族而言 如今此地是他们最重要的地方 唯有的一位王主 不坐镇在这里防范未然 还能去哪 这家伙是在疗伤吗 上次杨开祭出了清虚观老祖的肉身 与那王主大打出手 清虚观老祖虽死 可死前留下的手段 依然能让他具备酒品的战力 那一战 墨族王主必定不可能全身而退 定然是受伤了 而墨族强者疗伤最好的办法 便是在墨巢之中沉眠 这么说来 那位王主 肯定是在某一座王主及墨巢之中 毕竟 眼下距离那一战 也就数十年不到的时间 至于具体是哪一座 杨开就没办法确定了 他观望着数日 能够看出来的这里的王主及墨巢 差不多有一百多座 这也与此前人族得到的情报相符 初天大境之中 走出来不少王主 不过许多都被斩杀了 人族也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 初天大境之战结束时 墨族王主剩下的数量 在一百左右 对应此地的一百多座王主及墨巢 眼下那些王主们几乎死得一干二净 可墨巢却流了下来 都成了无主之物 日后若有墨族成长起来 便可入这些无主的墨巢晋升王主 成为这些墨巢的主人 此时每毁掉一座王主及墨巢 都能减少日后墨族诞生王主的机会 断定那王主应该在疗伤之中 阳开观察地愈发仔细起来 王主疗伤 需要的能量定然庞大至极 既如此 那么就有迹可循 阳开想要找出那王主所在 他可不愿自己出手的时候 面前忽然蹦出来一位王主 不回观这边的墨族 虽然数量不少 可防范并不算严密 这也是理所当然 如今 墨族入侵三千世界 人族焦头烂额 谁还会跑到这里来 更何况 想来这里还要经过空之狱 那边可是还有墨色聚神灵留守的 人族轻易也过不来 没有墨族能想到 就在不回关外不远处 还有一个人族八品 对着他们虎视眈眈 阳开没有急躁 这次行动至关重要 所以他必须得耐心等候 时间一晃 数月已过 数月时间的观望 阳开大致确定了 那王主所在的墨巢 因为相对于其他墨巢而言 这几座墨巢需要的资源太过庞大 几乎每隔数日便有墨族送进去大量物资 其他墨巢虽然也有物资输送 但对应的也有新诞生的墨族从中走出来 这一点 不拘是那些王主墨巢还是御主墨巢 都是如此 唯独少数几座王主及墨巢 没有诞生墨族 有庞大的物资输送 又没有墨族诞生 那些资源能去哪 明显是墨族强者疗伤所用 阳开记下了那几座王主及墨巢的分布 这才开始选择自己的目标 他知道 自己能够出手的次数不会太多 而第一次出手 必定是能够收获最大的一次 因为墨族根本不会想到 这种时候会有人族强者来袭 所以这第一次出手 务必要毁灭越多的墨巢越好 为此 阳开还几度变换藏身的位置 全方位地观察墨巢的分布 数日后 他终于确定了目标 那是距离不回观约莫三万里左右的 一座人族关爱 阳开也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座 他选中这里的原因是 这一座关爱上 矗立着两座王主及墨巢 其他的关爱 顶多也就一座王主及墨巢 又或者是几座御主及墨巢 出手的价值不大 如此一来 便意味着他 只要出手足够迅速 最起码能在瞬间毁掉 这两座王主墨巢 而且 这关爱附近 还有一些乾坤世界的碎片 其中一块碎片上 同样有一座王主及墨巢 所以 运气若是好的话 他这第一次出手 能够毁掉三座王主墨巢 还有一些御主墨巢 既已确定目标 阳开不再犹豫 也不需要做什么准备 更不需要偷偷潜入 空间法则跌宕 瞬间便从藏身之地 来到那关爱上方 苍龙枪早已寄出 一枪照下 如今他八品开天的修为 出手威势 何等不凡 天地伟力催动之下 漫天枪影 几乎将整个关爱笼罩 关爱中 许多新诞生不久 正在借助墨巢周围的 墨之力修行的墨族 顷刻间死伤无算 领主之下无疑幸存 便是领主也难挡着 一枪之威 不死即伤 而那两座王主墨巢 也如纸壶的一般 瞬间崩坏成无数块碎片 四下飞溅 储存在墨巢之中 浓郁墨之力 轰然爆开 远远观望 这一座关爱中 仿佛两团巨大的墨云 迅速朝四方席卷 杨开一枪得手 瞬间便朝附近的 第三座王主墨巢扑过去 与此同时 不回关中 一座王主墨巢内 恢红的意志于 沉睡中复苏 一道树丈高的身影 从中掠出 直朝杨开所在扑杀过来 那王主的反应 可谓奇快无比 比杨开预料中的还要快 他这边才刚得手 对方竟已杀了出来 如此来看 这王主纵然还有伤在身 应该也问题不大了 否则没道理这么快就反应过来 遥遥一道凌厉契机 将杨开锁住 那王主人还未知 强大的神念 便如潮水 一般朝杨开倾泻而来 显然是想借助神念之威来 灭杀杨开 换作寻常八品 此刻纵然不死 也肯定要被对方威慑 然而杨开脑海中 只是一抹良意浮现 便将那王主的神念 冲击化解得干干净净 他身形丝毫不停 眨眼就来到了 那第三座末巢面前 远方末族王主 看得目自欲裂 怒吼道 该死的蝼蚁 你注定要被碎尸万段 他一眼就认出 这个忽然出现在 不回关中的人族八品 乃是数十年前 从墨之战场深处杀来冲关 又从空之欲战场杀回来 封堵了门户的那个 对杨开 他可是记忆深刻 毕竟一个人族八品 能让他这么一位 王主吃那么大的亏 也是难得 这些年来 他也曾派遣过墨族强者 深入墨之战场 寻觅杨开的踪影 只可惜并没有什么收获 他根本不知道 杨开当年从不回关逃走之后 便带着姬老三 经由那一条隐秘的虚空涌道 返回了黑玉 还以为对方一直 藏身在墨之战场某处 未曾想 这人族八品 居然再一次现身 而且一上来 便毁了两座王主墨巢 看他那架势 还要去摧毁第三座 这如何能忍 如今在不回关中的这些王主墨巢 是墨族最后的依仗 毁掉一座任何一座 都是难以估算的损失 因为被摧毁的 不单单只是那一座王主墨巢 还有他衍生出来的御主墨巢 领主墨巢 这位王主的伤势 确实没有痊愈 不过也没什么大碍了 在察觉到杨开的身份之后 立刻便催动强大的神念冲击 让他诧异的一幕出现了 那人族八品 竟跟没事人一般 本应该让他手忙脚乱 最起码会受伤的手段 根本无效 眨眼间 杨开便已来到那第三座墨巢上方 他正欲出手 从那墨巢之中 竟窜出一个 身形瘦长如竹竿一般的墨族强者 其身上的气息 赫然是御主成度 不过相对于完好无损的御主而言 这位竹竿一样的御主气息 明显有些衰败 杨开甚至看到他身上 有残留的倒镜伤痕 他瞬间鸣雾 这位御主有伤在身 所以才会在墨巢之中疗伤 寻常时候 御主们疗伤 只能选择自己的御主及墨巢 王主墨巢可不是那么好近的 但眼下不回观中 王主墨巢数量众多 都是无主之物 他自然有机会进入其中 竹竿一样的御主 虽伤势未愈 可以他先天御主的身份 也足以给杨开造成威胁 只需纠缠片刻功夫 那王主便能杀之 竹竿御主明显也知道这一点 是以疏仪现身 便探手朝杨开擒了过来 探过来的并非一只手 足有十几只 这竹竿御主的身体两侧 长了两排 各有九条手臂 那十几只大手 仿佛遮蔽了天地 赫然有禁骨之效 只此紧要关头 杨开不退反镜 眸中一抹寒光闪过时 一根舍魂刺已经祭出 神魂撕裂的痛楚 杨开早已习惯 面不改色 一枪刺出 那竹竿御主何曾想到 杨开如此拼命 一上手便是强大杀招 一时不察 神魂震荡 仿佛被一根针刺入其中 让他痛毫不已 本就重伤在身 实力大跌 如今在重舍魂刺 哪有还手余地 杨开身随枪走 与他擦肩而过 狠狠一枪 朝面前的王主末朝轰去 那枪尖之上 一轮大日爆开 刺完这一枪 杨开头也不回 便朝远处盾去 末族王主将至 再不走的话 他恐怕就走不掉了 更何况 他感觉到不回关那边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此起彼伏地复苏过来 显然是那些在末朝之中 疗伤的末族强者 被惊动了 身后不远处 那竹竿御主的头颅高高飞起 紧薄处 墨血狂喷 末族王主的神念 冲击再至 与此同时 一股狂暴的力量 隔空轰在阳开的后背 打得他身形翻滚 吐血不止 不过借助这股力量 他也急速拉开了一点距离 本章完 第五千五百六十二章 吊虎离山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本想催动太阳记 与太阴记 隔绝那墨族王主的契机锁定 可转念一想 阳开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拖着伤残之身 亡命奔逃 借助净化之光的话 即便那王主的契机锁住了他 他也能施展顺移 这是他干的贤熟 当年被那阳头王主追击 便是依靠这种手段 无数次与对方拉开距离的 最终逃进了大海天象 此番出手 摧毁三座王主及墨巢 击杀一位先天御主 底层墨族数万 迟了 不过眼下对阳开来说 最紧要的 还是如何摆脱这王主的追杀 在这王主眼皮子底下 损失如此惨重 这位王主显然是动了争怒 而在这位王主冲出 不回关之后 也有许多十多位先天御主 紧追了出去 这些御主们 大多都是有伤在身 从三千世界中撤离回来的 他们也要借助不回关这边的末巢 好好疗伤 只可惜 他们的速度 毕竟比起王主差了一筹 追出大半个时辰 便已不见了王主与阳开的踪影 信心之下 只能打到回府 另一边 阳开叫苦不迭 被一位王主级的强者追杀 对他而言 不算什么新鲜事 可关键他如今 不想轻易催动净化之光 便没办法施展顺移的手段 如此便根本摆脱不掉对方 彼此的距离再不断拉近 而且那王主也在后面频繁出手 那每一击 都蕴藏莫大威能 搅动四方虚空 让他身形颠沛流离 屡屡受创 好在阳开皮操肉厚 龙脉之身加持之下 等闲手段 根本没办法一击致命 要不然 还真撑不下去 出手之余 王主的神念涌动 也没一刻停止过 不断地化作冲击 想要给阳开制造麻烦 然而温神莲护持神魂 便是王主的神念冲击 对阳开也是无效 所有的攻击都被温神莲阻挡了下来 阳开在等 等这位王主忍耐不住 然后施展王级秘书 对方到底会不会施展王级秘书 阳开也不敢肯定 这种事他是没办法左右对方的 所以只能赌一把 他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地挑衅对方 让对方怒烟高涨 王主及强者的王级秘书 对人族八品乃至八品之下 是绝杀的手段 空之欲战场中 一位王主施展王级秘书 将卢安等三位老牌八品化作墨图 虽说那王主因为施展秘书 导致自身虚弱 很快也被斩杀 可墨族那边 正是借助这三位八品墨图的力量 复苏了圣灵祖地的墨色巨神灵 打通了空之欲与风蓝欲的通道 可以说 墨族能够全面入侵三千事件 那一位王主施展的王级秘书 至关重要 那位被斩的王主 也是整个墨族的功臣 眼下这情况 阳开也不需要特意去做什么 只管卖力逃命便可 他毁了三座王主及墨巢 击杀了一位先天御主 追杀而来的王主 定然是要杀他 可若是长时间拿不下他 未必就不会催动王级秘书 一旦他这么做了 那阳开的机会就来了 大海天象之外 那阳头王主 正是催动了王级秘书 导致自身虚弱 才被阳开 一道日月神轮重创 继而被杀 那一次能够斩杀王主 多少有些运气的成分 因为阳开 自己都不知道 到底是怎么 将那御主斩杀的 阳开没信心 能够重现那一次的辉煌 可这王主 真要是催动了王级秘书 他即便杀不了对方 拼着两败俱伤 总是可以的 只要能够两败俱伤 那阳开就大转特转 他龙脉之身 早年又练化过不老术的精华 恢复能力强大无品 墨族王主却不成 一旦中创 就必定要借助墨巢沉眠 进行漫长的疗伤阶段 在对方疗伤的这个时期 阳开就可以再不回关中 大有作为 正是有这样的考虑 他才没有在第一时间 催动净化之光 隔绝王主的契机锁定 既要激怒挑衅对方 总要让对方看到一些得手的希望 偏偏又始终没办法得手才行 这种做法 无疑是极为冒险的 一个不慎 阳开真有可能陨落在对方手中 不过他觉得 值得赌一把 一追一逃 两道身影迅速远离不回关 朝末之战场深处行去 半日功夫 那末族王主 依然没有要催动王级秘书的迹象 或许在他看来 一个人足八品 不值得他这么冒险 阳开却撑不住了 不能彻底摆脱对方 实力又不如人家 被这么追杀 任谁也没办法坚持太久 眼瞅着对方 距离自己已经 快到了一个极限距离 再不逃的话 恐怕真的逃不掉了 阳开这才催动净化之光 往自己身上一照 瞬瞬间 那王主一直锁住他的契机 被隔绝开来 空间法则跌宕之下 阳开的身影 直接消失不见 如此变故 让那王主为之一正 他也没想到 这个人足八品 居然还有这样神妙的手段 怪不得赶来不回关闹事 想来这个手段 便是他最大的依仗了 不过从对方之前的表现来看 此手段肯定也不是 能随意施展的 否则对方不可能一直藏业 这王主的反应也是快 虽然头一次遭遇这种事 不过在阳开身影消失的刹那 强大的神念 便潮水一般弥漫出去 立刻洞察了阳开空间之力 残留的方向 紧接着 他便在那个方向上 再次感知到了阳开的气息 他正欲动身前去追击 感知之中 那人族八品的气息 竟是一下子消失不见 当年阳开被那阳头王主追击的时候 只是七品修为 空间之道上的造诣 也比不上今日 所以 纵然催动进化之光 也只能暂时拉开距离 没办法彻底摆脱对方的追击 今时不同往日 阳开八品修为 比起当初强大了何止十倍 在大海天象中的修行 让他的空间之道也有所精进 如今的他 根本没必要与追杀他的墨族王主 玩什么虚虚实实的把戏 一次顺移摆脱不了对方 那就来两次 两次不行就三次 以阳开如今的实力 只要不是被一击必杀 又或者被封天锁地 便是墨族王主 也休想将他怎样 这才是他敢知身前去不回观 搞风搞雨的底气 神念之中已经彻底丢失了阳开的踪影 浩瀚虚空 这墨族王主也不知去哪寻觅 呆立片刻 忽然脸色大变 扭头朝不回观的方向望去 咬牙低鹤 糟了 话落顺顺 树丈高的身形化作一团墨云 急速朝不回观赶去 他意识到 自己恐怕被调虎离山了 对方那神妙的手段 并非什么无法轻易催动的底牌 那人族八品 之所以一直吊着自己 就是想将自己引离不回观 对方应该还有一个龙族同伴 以此人的实力 再加上那个当初被墨族生情 囚禁在不回观的龙族 再去摧毁几座王主及墨巢 简直轻而易举 心中急切万分 速度也被提升到了极限 他要尽快赶回不回观 与此同时 杨开正在大把的王口中塞入灵丹 吞服炼化 这一路顿逃 他也受伤不清 那墨族王主 以为他还有一个龙族同伴 正是他当年从不回观中 就出去的姬老三 可那王主也不知道 姬老三如今并不在末之战场 杨开只是孤身一人在行动 吊虎离山倒是真的 对杨开而言 这一次顿逃 他是做了两手准备的 若墨族王主恼怒之下 催动王级秘书 他便与对方拼个两败俱伤 如今那王主一直不给他机会 他就只能再杀个回马枪了 这一身伤势 可不能白矮 空间法则催动 权力赶路之下 杨开的速度比墨族王主还要快 唯一可惜的是 之前顿逃路上 他没办法留下空灵珠来定位 否则还会更节省时间一些 前后不过半个时辰左右 杨开便已遥遥见得不回观 他没有第一时间冲杀过去 仅由他半日前那么一闹 整个不回观如今风声鹤唳 诸多墨族强者 腾空查探四方 神念在不回观内外交之城无形大网 更有一支支墨族小队 外出查探可疑情况 显然一下子损失三座王主及墨巢 对墨族而言也是难以接受的 没有靠近不回观墨族的警戒范围 杨开寻了一处隐秘之地 盘膝坐下 开始疗伤 他之前引着那墨族王主 跑出去半日功夫 如今半个时辰 他就赶了回来 墨族王主想要回来 最起码还有三四个时辰 他完全可以让伤势恢复一下 时间仓促 肯定是没办法痊愈的 不过眼下这种情况 多一些战力 也多一些把握 该去找一些疗伤用的圣药了 杨开心里默默盘算着 他手上的疗伤单 都是当年从大眼观中 用战功兑换来的 不能说差 可也算不得太好 对眼下这种时间紧迫的局势而言 这些疗伤单的作用 就显得有限了 静下心神 杨开感受着药效与龙脉之力 联合修补着自身的伤势 十海之中 温神连也在不断弥漫清凉之意 让他受损的神魂 迅速恢复过来 没敢担得太久 两个时辰后 杨开长生而起 目光头像不回观 周身空间法则开始跌宕 本章完 第5563章 回马枪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不回观中 一位为伤势轻重不一的御主 警惕四方 神念交流 半日前 那人足八品的突袭 让他们丢进了脸面 不但被摧毁了三座王主级末巢 更有一位御主级的同伴 被杀 王主大人亲自追凶而去 如今也不知情况怎样 不过在他们想来 那人足八品 怕是凶多吉少了 毕竟八品与王主 差距还是很大的 他们如今警惕的是 那人足八品 是否还有同伴 王主不在 不回观中 御主数量虽然众多 可七八成都是从三千世界撤离回来养伤的 真正完好无损的御主 不超过十位 这个时候 若是有大量人足强者来袭 他们可能会出现不小的损失 等了半日 也没有任何动静 御主们的警惕心 不免放松许多 毕竟这部回观如今由末族掌控 人足早已撤回三千世界 也不太可能出现太多的强者 有些伤势沉重的御主 已经返回末朝中 继续沉睡疗伤了 剩下的御主 虽然还在警戒四方 却没最初那么严密 便在这时 一股奇异的能量波动 忽然自某个方位传来 御主们大惊失色 连忙朝那个方向望去 一眼便见得一道人影 凭空出现在某座王主 末朝的上空 一轮大日爆开 轰在那末朝之上 能量狂震 席卷四方 御主们电闪一般 朝那边扑杀过去 那人足 居然摆脱了 王主大人的追击 不但没死 甚至还杀了的回马枪 如今又要来摧毁 王主末朝 等御主们 急匆匆赶至那出世的 王主末朝前时 眼前哪还有敌人的踪影 那一轮大日爆开后 鬼魅般 献身的人足八品 离奇地消失不见 原地只有一座 已经化作 无数碎片的王主末朝 还有一位 本在末朝之中 沉睡疗伤 此刻狼狈万分的御主 他倒是没有性命之忧 只是本就重伤在身 这下被扬开的攻击波及 伤势愈发沉重了 末朝被毁 他显露出踪影 此刻面上表情一片茫然 又有些心迹 暗自庆幸自己 捡回一条性命 祝祖们 祝祖们勃然大怒 那人族实在太嚣张了 他们这么多 祝祖警戒之下 居然还敢杀回来 完全不把他们 放在眼中 王主大人呢 明明追着这个人族而去 如今对方跑回来了 王主大人 却是不见踪影 不过不等 他们想得透彻 另外一个方向上 再次有那熟悉的波动传出 如今几乎所有的 狱主都聚集在被杨开摧毁的末朝前 其他地方就显得疏于防范了 杨开本想着搞一下就走 可眼下这般良机 他实在是没忍住 又再次现身 一如方才 金屋驻日催动 大日升起 朝一座王主集 末朝落下 将那末朝直接轰成积粉 末朝附近的末族 瞬间死了一大片 不少狱主呼啦啦 又朝他飞掠而来 倒是还有一个明白人 高声怒吼道 快分散开 看守好末朝 这般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终究不是办法 对方太过神出鬼没了 他们聚集一处 固然实力强大 可人家根本没有要与他们交手的意思 这人族八品的意图很明显 摧毁这里的一座座王主末朝 被他提醒了一下 狱主们终于反应过来 立刻散开 各自坐镇一片区域 守住那一座座王主末朝 如此一来 杨开再不可能那么轻松得手了 只需有狱主能够纠缠他片刻 附近的狱主便肯持缘过去 摧毁了第二座末朝 杨开本想立刻顿走的 可眼见那些狱主 居然没有朝自己杀来 反而分散开去 镇守那些王主末朝 他也不急了 就这么大啦啦地站在原地 观望沉吟 先前说话的狱主 见此情形也是面色一沉 这个人族如此姿态 已经嚣张到他们这些狱主 完全无法忍受的程度 他神念涌动 四方传音了一下 立刻便有数位狱主身形略动 朝杨开杀将过去 半日前 杨开现身不回关 一枪灭杀一位狱主的情景 他们都看在眼中 知道这个人族八品实力强大 单对单的话 他们还未必是人家对手 更何况 他还在王主大人的追击下 全身而退 如今王主大人都不知去了哪里 此人绝非寻常的人族八品 定然是那些八品中 最强的数位之一 如今数位狱主联手 总不至于怕了对方 见那数位狱主迅速杀来 杨开也暗赞一声 这些狱主们的应对方式得当 他们若真的一股脑凑在一起 不回关这边的王主 莫朝没人守护 定要损失惨重 眼下这些狱主却分散阵守 彼此呼应 更有数位狱主联手杀来 牵制于他 确实已是最好的应对 他如今情况也不太好 被莫族王主追杀半日 伤势不轻 固然休养了两个多时辰 可以只是稍作恢复而已 莫说数位狱主 便是一位完好无损的狱主 他要应付也有些困难 除非祭出舍魂刺 不过他又岂会扬长必短 既然应付不了 那就不应付便是 杨开目光转动 朝一个方向望去 那个方向上 正是他方才现身摧毁的第一座 末巢的方向 抬手 祭出了苍龙枪 朝那边咧嘴一笑 那边的王主末巢 已经被摧毁了不假 却还有一位重伤在身的狱主逗留 这狱主也是倒霉的 在末巢中疗伤得好好的 被扬开的攻击波及 本有所好转的伤势 欲发雪上加霜 此刻正在黯然伤神中 忽有一道灵力契机 将他遥遥锁定 这狱主抬头一瞧 远远便见到杨开 露出真诚的笑容 不好 这狱主脸色大变 哪还不知自己这是被人盯上了 他如今伤势沉重 一身实力发挥不出一半 真被这人足八品盯上了 定然不会是对手 当即便要求援同伴 可转头一瞧 之前围居在自己身边的同伴们 早都分散在各处王主 末巢上空坐镇了 留下他孤零零一个 行之隐单 这狱主悲愤欲绝 只感觉自己从初天大进走出来后 就没有什么顺心事 下一瞬 杨开已突兀地出现在他身后 手中苍龙枪朝他头颅点去 杨开本已做好了催动舍魂刺的准备 毕竟他眼下的情况 不容他耽搁太久时间 且不说那墨族王主 时刻都可能赶回来 不回关这边 还有数位狱主要联手杀他的 他要在一瞬间灭杀了眼前这位狱主 然后逃之夭夭 不过直到苍龙枪戳爆了那狱主的头颅 对方也没能反应过来 杨开心中暗负这家伙 怕是伤势太重的缘故 倒是省了他一枚舍魂刺 等那数位狱主急匆匆再次赶至这里的时候 原地只有一具无头尸身了 墨血高喷 让这几位狱主看得目自欲裂 有一种莫大的耻辱感 在心头涌动 让他们郁闷非常 不但他们几位 其他狱主也是 一道道神念交织在不回关上空 警方杨开再度现身 可再也查探不到那人足八品的踪影 半盏查后 追击杨开而去的王主 终于赶回来 一直将心提到的嗓子眼的狱主们 这才松了口气 这位莫族王主 显然也察觉到了不回关的异常 他走之前 这里可不是这个样子 此刻一眼扫过 便察觉到了几方的损失 又被毁了两座王主莫巢 还有一位狱主被杀 纵然猜到自己被调虎离山 对方肯定会来不回关搞事 可这样的结果还是 让他难以接受 咬着牙道 找 不管花费多大代价 也要将那人足给我找出来 我要将他碎尸万段 一声令下 一支支莫族小队 冲出不回关 朝莫之战场四面散去 就连狱主们 也被派遣出去大办 许多身上有伤的狱主 心中叫苦不迭 他们从三千世界撤回来 是要在这边疗伤的 如今到好 伤势没办法恢复不说 还得冒着生命危险 去寻找那人足八品 早知如此 他们还不如留在三千世界那边 不过见得 就连王主大人都没有再入末朝 而是坐镇不回关中 他们又哪敢说什么 只能乖乖领命 此时此刻 杨开早已远顿而去 他也知道 经由自己这么一闹 不回关那边 定然防范严密 而且肯定会有大批 莫族出来 寻找自己的踪运 他倒不介意 趁机斩杀些莫族强者 不过眼下 还是赶紧恢复自身伤势要紧 是以他一路急掠 足足半月之后 才在莫之战场深处 寻了一座死去的乾坤 施法入了这乾坤内部 开辟出一座临时洞妇来 又布置了一些简单的静置 隔绝自身气息 这才安心坐下 虽然杨开很想 将那些王主 莫朝摧毁干净 可他也知道 这种事不太现实 除非他有本事晋升九品 以他八品开天的修为 出手次数太多的话 定然是要阴沟里翻船的 所谓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的道理 便是如此 第一次出手的机会最好 莫族毫无防范 前前后后 武作王主及莫朝 两位先天御主 这样的战绩 杨开自己也挺满意 下次再出手 定然不可能这么轻松了 杨开甚至都不知道 自己还有没有再出手的机会 本章完 第5564章 此人是谁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莫莫 杨开倒也不是很在意 有出手的机会最好 若是没有机会了 便返回三千世界去 那条秘密的虚空涌道 最近这些年 可是起了很多作用 他如今需要做的 便是安心疗伤 他彻底潜伏了下来 莫之战场这边的莫族 倒是热闹了许久 不过自始至终 也没能半点收获 这让那莫族王主如耿在喉 明知有这么一个敌人 对不回关这边虎视眈眈 也绝对不是自己的对手 偏偏找不到对方的藏身之地 这让他心头抑郁至极 那人族八品的存在 就仿佛一把利刃悬在头顶 随时可能落下 由此而引发的后果 便是所有御主 乃至他本身 都不敢再轻易沉睡疗伤 只能拖着伤残之身 严阵以待 而就在杨开摧毁了 武作王主级 末朝半年之后 与新界比邻的一处大狱中 人族大军总府司 收到了一条条 从各处大狱传来的情报 这一处大狱 此前在乾坤途中 甚至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只有一个悟三十九的编号 如这样的大狱 在三千世界中有很多 因为这些大狱中 没有太过出色的武道 纵有一些乾坤世界 那些乾坤中的武者 也没有摆脱束缚 没办法横渡虚空 甚至有些大狱 根本没有人族生存 新界所在的大狱 以前也是如此 不过如今 因为新界本身的扬名 外加上新界中 最强大的宗门是灵霄宫 所以便被命名为灵霄狱 自末族打通空之狱 与丰兰狱的通道 大举入侵三千世界 如今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人族各路大军 在孝孝与武清 两位人族九品的号令下 从空之狱撤离 化整为零 分散前往各处大狱 主持那些大狱各大势力的撤离和迁徙 眼下该撤离都撤离了 该迁徙的也都迁徙了 在人族各路大军的协助下 大多数势力都以安全抵达灵霄狱 不过也出现了不少损失 如吞海域那般 当时若没有阳开出手相助 整个大狱的武者 恐怕活不下来多少 更有在撤离路上 被墨族大军围追堵截的 眼下虽然还有一些人 因为各种原因耽搁在路上 但总体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 人族各路大军 也以林霄玉为中心 分散在十数个大狱之中 与墨族大军对抗 大大小小的战斗不计其数 几乎每时每刻 都有墨族和人族的将士陨落 更有许多人族精锐 彼此结伴 在那些被墨族占据的大狱之中 搞风搞雨 袭杀强敌 悟三十九狱 因为比邻星界 也是通往星界的唯一入口 所以被人族大军这边 当成了最后的御墨阵地 大军总府司 便设置在此处大狱的 一座乾坤之上 人族以前从未有过 总府司这么一个机构 墨之战场上 各大关爱互不同属 谁也号令不了谁 只有东南西北四军 有自己的军府司而已 不过眼下 人族一路路大军 不可能再独自为战了 自然就需要一个 能发号施令的地方 总府司便由此而创建 总府司内设数位府长 十多位副府长 聚都是人族顶尖的八品开天 以往也聚都是一军军团长的人物 在孝孝与武清老祖 牵制墨色巨神灵 乌暇分身的情况下 这十多位八品开天 便是人族大军的领袖 与墨族征战方案的制定 各路防线的调整 人员的配置命令 据都从总府司这边发出 原大眼军东军军团长向山 北军军团长米经伦 如今便是总府司的府长 和副府长之一 这一日 十多位八品汇聚一堂 商讨战事 一番交流之后 很快拿出方案 命令传达下去 向山转头望向四方 若无其他要事 便散了吧 他们这十多位八品开天 也不是一直坐镇此地 他们本身 具都是人族最顶尖的八品 自然时常会去猎杀墨族的强者 不过大体上而言 是需要大多数八品留守的 如此 也方便在遇到一些紧急情况下 商讨对策 向山前些日子得到情报 有一位墨族御主落单了 这些天一直在筹谋斩杀对方 最近数日便是最好的时机 所以 这边若是无事 他便要动身了 众多府长副府长皆都沉默 表示无事 倒是米金伦抬手道 诸位稍等 我前些日子接到一些有意思的情报 还请诸位一关 这般说着 抬手打出一道道流光 众八品接过 发现那是一枚玉检 当今沉浸心神查探 很快有人扬眉道 墨族 墨巢不攻自毁 那玉检之中记录的 剧都是一处处大狱中 有诸多墨巢忽然倒塌的情报 那些倒塌的墨巢 大多数都是领主及墨巢 少数是狱主及墨巢 而且数量不少 分散在足足上百个大狱之中 象山神色一阵 抬头望来 什么时候得到的消息 米金伦道 十日前 众多府长与副府长各担要职 情报收集便是米金伦负责的事情 所以 这边消息传来 他是第一个知道的 有八品问道 消息确凿吗 米金伦汉手 可以确定是真的 这其中有些情况 是那些游猎 从被墨族占据的大狱中发现的 也有一些是在那十几个大狱中发现的 被墨族占据的大狱 没办法确定是否属实 但那十几个大狱 我已找人查探过 确实如此 他口中所谓的游猎 便是人族有许多强者 自行组建的一支支小队 深入被墨族占据的大狱之中 猎杀墨族的人族舞者 这些游猎 有些是各路大军编制 已经残缺的小队 也有许多是后续 从那些二等势力征召来的舞者 这些二等势力 出身的舞者 以前从未参加过大规模的战争 更习惯少数人一起行动杀敌 总府司这边也就放任他们了 尤其是如今 动天伏地 对出身二等势力的舞者不再约束 许多出身二等势力的强者 都先后晋升了七品 这些游猎者的存在 每一年都给墨族带去不少损失 不过他们因为人数较少 一般都是数人结伴 最多就是十几人 所以一旦遭遇了墨族大军 还是很危险的 相应的 人数少 行动也更加方便自由 有利有弊 游猎者的活动范围 一般都是被墨族占据的大狱 半年前 许多游猎者亲眼目睹了一座座乾坤上 那些墨朝不攻自毁的场景 便想办法将情报传递了回来 同一时间 在那十几处人族大军 与墨族大军抗衡的大狱中 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一些墨朝无缘无故的倒塌崩坏了 不少将士都看得清清楚楚 米金伦是负责情报这一块的 如今他说的话 自然没人去怀疑 有八品眼前一亮道 统计过这些墨朝的数量了吗 有多少领主级 有多少预主级 米金伦回到 暂时统计出来的数量是 领主级637座 预主级13座 这仅仅只是被发现的数量 而我们能发现的 仅仅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还有更多的是人族难以发现的 他转头看向四方 如此情况 想必诸位都知道意味着什么 若只是领主级末朝不攻自毁 那也没什么 无非就是有上级的预主级末朝被毁了 可预主级末朝也一样不攻自毁 那透露出来的信息就大了 向山宁声道 人族各处战场 至今没有发现过 王主级末朝的踪影 所以我等推测 墨族那些王主级末朝 应该都被留在了不回关那边 对墨族而言 不回关是很安全的 人族如今自保无暇 谁还能去不回关找他们的麻烦 如今来看 是有人再不回关摧毁了王主末朝 所以那些预主和领主末朝才会不攻自毁 此人是谁 米金伦道 虽然无法确定不回关那边的情况 不过据欧阳烈当年所言 那边可是有一位王主坐镇的 能在那王主眼皮子底下搞事 可不是一般人 欧阳烈当初跟着阳开一起 从不回关杀尽空之欲的 对不回关的情况 自然比旁人更了解一些 此事前因后果 他也与米金伦说过 有八品猜测道 会不会是孝孝与武卿两位老祖出手了 另有人摇头反驳 两位老祖如今牵制那墨色巨神灵 动弹不得 不可能前往不回关 真若如此 那就意味着墨色巨神灵被他们解决了 不至于没有消息传回来 一群人议论纷纷 不过还真没办法去确定什么 只从眼下得到的情报来推断 不回关那边 肯定有王主及墨巢被摧毁了 所以才会有诸多御主及墨巢 和领主及墨巢 不公自毁的情况出现 可此人到底是谁 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根本没办法知道 向山忽然抬头朝米金伦瞧了一眼 两人目光交汇都看出了彼此心中所想 该不会是那小子吧 他们认识的人当中没有谁能做到这种事 不过若是那小子的话 或许还有一些可能 当即有八瓶问道 向兄 你说的那小子是何人 竟有如此能耐 本章完 第5565章 最后闹一场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墨墨 向山也不卖关子 直言道 杨开 诸位应该都听过他的名字 众人恍然大悟 有人道 听闻他此前已经晋升了八瓶 米金伦汉手 不错 杨开已是八瓶 当初欧阳烈等人能从末之战场杀回来 也是杨开牵头的 那开口说话之人道 就算晋升了八瓶 也不过一个新晋八瓶 不回关那边有王主作证 狱主定然也少不了 他孤身一人 又如何能做到这种事 此人虽然知道杨开 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 可对杨开并不熟悉 难免会有这样的怀疑 米金伦心道他这个八瓶 可不是一般的八瓶 杀狱主简直犹如突击载狗 比起在座诸位的实力 只强不弱 他可是从欧阳烈那里 听到了不少让人震惊的情报 只不过这些情报因为牵扯不小 所以被他给压了下来 如今知道 这些事的人并不多 包括杨开本身强大的实力 这也是一种变相的保护 免得杨开过早暴露在 莫族强者的视野中 被敌人盯上 可如今来看 纵然他米金伦有心去保护杨开 这小子也是个不会低调的主 这都跑到不回关摧毁 王级莫巢了 莫族还不将他视若眼中 钉肉中刺 略作沉吟 米金伦道 他孤身一人 或许难以做成此事 不过诸位莫要忘了 他就算真的是孤身一人行动 也不代表他没有帮手 有八瓶恍然大悟 小十足大军 米金伦汉手 正是如此 之前杨开现身各处大狱 炼花那一座座乾坤世界 还给那些大狱的舞者 提供了许多小十足大军作为庇护 这些小十足大军可是帮了大忙 没有他们一路护送 从各处大狱撤离的舞者 损失肯定不会少 据我等统计出来的数量 他赠送出去的小十足大军 已经多达三千万之数 其中相当于人足八瓶的小十足强者 也有近百尊 尽管这已经是众人都知道的情报 可当米金伦再次提起的时候 还是不免让人震惊 三千万小十足大军 相当于人足八瓶的小十足强者 近百尊 还有更多相当于人足七瓶 六瓶 五瓶的 所有人都很好奇 杨开是怎么培养这么小十足的 竟凭一己之力 搞出这么强的兵力 小十足的来历 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那是比邻星界的新大域内 一处乾坤世界中 郁郁出来的奇特生灵 放眼浩瀚还宇 也只有那处小乾坤有 其他地方根本没见过小十足的踪影 可是他们也曾去查探过那些小十足 一个个呆头呆脑 灵智不全 实力弱小 与杨开赠送出去的小十足 仿佛两个种族 三千万小十足大军 如今还剩下不到一半 另外一半 都已经在与末族的交锋中灭亡了 绕是如此 这一千多万小十足大军 也是人足如今不可或缺的强大力量 尤其是他们不具末之力的侵蚀 作战起来汉不畏死 这种种特性 让他们在与末族争斗中往往能占很大便宜 如今的小十足大军 已经在各处战场上打出了自己的威名 而人足这边也找到了一些预示他们的办法 虽然还不算太完善 可比以前要好很多了 不像最初 有人祭出手中的小十足御敌 等小十足杀光莫族之后便再也收不回来了 颇为尴尬 三千万小十足大军损失如此之大 也跟人足这边前期御史不当有关系 后来人足找到了一些御史的办法 损失就小很多了 杨开能赠送出去三千万小十足大军 那就意味着他手中肯定还有一些剩余 以他本身的实力 再服以那些小十足 再不回关中摧毁一些王主莫朝 未必就不可能 如今这情况 人足勉强站稳了脚跟 收缩了全部兵力 在实际处战场与莫族抗争 但也仅仅只能自保而已 根本难以进行有效的反攻 可杨开孤身一人 却在不回关那边 搅得翻天覆地 对比下来 他们这些老牌八品 都有些无地自容 可惜了呀 有人叹息一声 可惜的是 杨开当年晋升的是五品开天 纵然服用了一枚中品世界果 如今的八品 也已是他的极限 想要晋升九品 难 乾坤如飘渺无踪 谁也不知道他 什么时候会出现 就算出现了 恐怕也是 一场腥风血雨 莫族那边 定然不会让人族轻易得手的 这小子 怎么就不是出身动天福地呢 又有八品悠悠道 当年杨开明明有直径七品之资 最后却选择晋升五品 其中缘由为何 众人都心知肚明 现在来看 当时的打压大错特错 可以当时动天福地 不成文的规矩而言 确实也是需要打压的 当然 也有一部分人的私心作祟 不过这小子 若是出身动天福地 谁还会打压于他 把他当宝贝 供着都来不及 真要叫他直径七品 以他的修行速度 搞不好 如今已经八品巅峰 展望九品了 一旦 他晋升九品开天 必然能有一番大作为 向山轻轻敲了敲桌子 马后炮就不用说了 米兄说起这事 是什么意思 米经伦神色肃然道 杨开当初在大眼君中 我与他也有多很多接触 此子非一般人可比 对我人族而言 他也是一位大功臣 没有他的话 哪有当初的净化之光 哪有什么驱墨剑 更没有驱墨丹 如今他孤身一人 再不回关那边 我的意思是 要不要派人去接应他 顿了一下 米经伦道 这小子胆子很大 我怕他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人族或许要损失一位 至关重要的英才 接应他 怎么接应 更何况 如今各域战线吃紧 我人族这边勉强不过自保 又哪能抽到太多人手出去 有八品当即反驳 这位倒也不是故意 要跟米经伦唱反调 只是说的实情而已 眼下人族各路大军收缩防线 在十几个大域 开辟战场对抗莫足 处境都不算太好 其他人也有数位汉手 有人道 想要接应他一个八品 最起码也要抽掉数位八品出去 可眼下各处战场中 八品都是不可或缺的战力 能从哪处抽掉 米经伦默了片刻 铭声道 没办法抽掉的话 不如放弃一处战场 此言一出 众人神色大震 那说话之人不可置信地望着米经伦 米兄觉得 阳开一人安危 比一域战场的得失更重要 如今这十几处战场 每一处战场都有无数将士抛洒了热血 是一具具尸骨堆砌起来的 没有哪一处可以轻易放弃的 米经伦竟有如此提议 实在让人震惊 米经伦摇头道 放弃一域战场 不代表阳开比一域战场更重要 只是如今各域战场 我人足疲软 放弃一处的话 压力也能更小一些 更何况 诸位莫要望望 这世上唯有阳开 能催动净化之光 众八品沉默 少请 神念涌动 互相交流起来 象山有些无力地望着米经伦 本不过一次最寻常的议事 结果米经伦居然提议 放弃一处战场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这个提议若真通过的话 势必会引起不少人的不满 那么多将士战死沙场 同门的兄弟姐妹 自身的亲朋好友 哪个不想报仇血恨 谁又甘愿退缩 纵然去了另外一处战场 依然是与莫足拼杀 可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今日一个不好 米经伦的名声 就要臭大街了 至此之时 象山无比怀念阳开 弄出来的净化之光 如今人族各处战线吃紧 也跟净化之光有些关系 如今人族的净化之光 早就消耗得差不多了 只有一艘驱莫剑中 还封存了一点净化之光 那是象山等人特意留下来 以备不时之需的 比如有什么重要的人物 被莫之力侵蚀 寻常时候 根本不会被动用 虽然驱莫丹一样 有驱除莫之力的功效 可驱莫丹比起净化之光 还是差了很多 由此导致人族将士们 在与莫族争斗的时候 总有些束手束脚的感觉 这混账小子 既然没死 那就赶紧回来 制造净化之光啊 再也不回关那边 跳来跳去做什么 莫之战场 不回关外 阳开一路前行而来 距离上次 他摧毁武座 王主莫朝至今 已有足足半年了 这半年时间 他伤势已经痊愈 可如今再来 不回关外 竟是防范森严 他这一路 不知碰到多少巡逻的莫族队伍 领主一大把 其中甚至有数位御主 不停地穿梭来回 警戒四方 莫族这也太小心了 阳开心中赋匪 他却不知 上次不回关这边 被他搞得焦头烂额 那莫族王主大发雷霆 如今莫说御主们 便是他本身 也一直坐镇在不回关中 没去莫朝沉睡疗伤 就是防备阳开再来偷袭 莫族如此谨慎 倒让阳开感觉难办 他本想着 再多出手几次 尽量多摧毁一些 莫族的王主莫朝 可眼下看来 这恐怕是自己 最后一次出手了 既如此 那就最后再闹一场吧 本章完 第5566章 好胆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打定主意 扬开目光头向 不回关内外 寻觅自己这次的目标 很快 他便将目标锁定在不回关右侧的一座王主莫朝上 他虽没有看到那莫族王主的身影 甚至没有感受到对方的气息 可阳开知道 这位王主必定躲藏在什么地方 等着自己现身 所以 自己一旦出手 必定会迎来 那王主雷霆一击 不过这一次比上次相比 却是有一个麻烦 上次他过来偷袭的时候 这边防范疏漏 所以他能轻松得手 一击便毁掉了两座王主莫朝 而如今 一位为莫族御主分散阵守 无论杨开现身在何处 都会第一时间遭遇到御主的拦截 他之所以选择不回关右侧的那座王主莫朝 主要便是因为 负责镇守这片区域的御主 神色有些违密 而且气息 也显得浮沉不定 这家伙伤势不清 伤势不清 就代表好杀 不回关这边的御主 大多都有伤在身 阳开推测 他们都是从三千世界的战场上撤离下来的 上次过来的时候 没仔细观察 这次有意查探了一番 发现确实如此 而且 早年被自己封堵的那一道 通往空之域战场的门户 也被墨足再次打开了 当年 他以为封堵了门户 便能彻底切断墨足后方兵力的支援 后来才知 是他想错了 墨足是有手段将封堵的门户重新开启的 只不过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付出不小的代价 这对杨卡而言 倒不是什么坏消息 这门户既然开启 那就是他的一条退路 只要冲进门户内 那墨足王主绝不敢轻易追杀 没必要去试探什么 直接出手便是最好的试探 念头转过时 杨开已直接催动空间法则 瞬息间便来到那王主墨朝的上方 手中苍龙枪狠狠一枪 朝坐镇此间的墨足 御主刺了过去 射魂刺也在第一时间催动 对付这些重伤在身的御主们 舍魂刺极为有效 上次杨开便尝到了甜头 这一次自然不会吝啬 左右就是付出一些神魂的代价 在他的承受范围之内 这位御主也是个倒霉的 他在前线战场被人足八品重创 逼不得已撤回不回关疗伤 然而才刚恢复数日 杨开便狠狠闹腾了一番 王主令下 他乃还有机会去疗伤 只能尽心看守自己负责的这一片区域 防备那人足八品再度来袭 半年时间过去了 不见那人足踪影 多少有些松险 更何况 他的伤势是真的挺严重 此时此刻 他正在炼化 末朝溢散出来的末之力 缓慢恢复自身伤势 这样做虽然效果不大 可总好过什么都不做 当空间紊乱 杨开持枪杀出时 这位御主一时间竟没反应过来 体内淤积的伤势 让他对危险的感知 不再那么敏锐 下一瞬 脑海中仿佛被一根针刺入 撕心裂肺般的疼痛席卷全身 让他站立不已 险些直接晕了过去 一杆长枪在视野之中急速放大 这御主有心抵挡 却无论如何 也难以凝聚自身末之力 眼睁睁看着那长枪贯穿了自己的头颅 杨开一击得手 手中长枪余微不减 顺势便将下方的王主末朝荡平 再毁一座 与此同时 镇守附近区域的数位御主 也反应了过来 四面八方朝杨开包抄而来 那不回关内 末族王主高大的身影 更是冲天气 面上一片冷丽之色 他低估了这个人族的胆大包天 本以为对方最起码要折服数年 乃至更久 可谁料不过半年 他居然再度现身 好在他一直没有放松警惕 所以杨开一出现 他便有所察觉 只可惜 他反应再快 也来不及救下那个御主 杨开杀敌 只在一瞬间 不过也没什么关系 付出一位御主和一座王主末朝作为代价 今日无论如何 也要将这人族八品斩杀在这里 数位御主包抄 王主悍然出手 任何一个人族八品 也不可能在这种局面下逃出升天 吃过之前的亏 末族王主这次也长了记性 强大的力量扰乱虚空 防备杨开在施展空间法则顿逃 杨开却压根没有要逃走的打算 毁了那座末朝之后 他转身便朝不回关的方向冲去 一副要迎击末族王主的架势 让包抄过来的几位御主都看呆了 暗覆这人族 怕不是要找死 几位御主正大喜过望时 却见正对着杨开杀去的那御主 忽然惨嚎一声 身形亮呛 杨开速度陡然加快 竟在瞬息间突破了他们的包围圈 又一枚射魂刺被激发 只不过杨开却根本没时间去斩杀第二位御主 相对于击杀这些重伤的御主和摧毁王级末朝 杨开更倾向于后者 掠过那数位御主的包围圈后 杨开长枪在扫 枪盲换灭间 又一座王主级末朝被扫成积粉 好胆 迎面来的王主 勃然大怒 算上半年前 先先后后 这边已经有七座王主末朝被毁 三位御主被杀了 而且 这都是发生在他眼皮子底下的事 这位末族王主感觉自己 被深深地侮辱了 这已经不是 将对方碎尸万段能解决的事了 暗暗打定主意 若生情了对方 定要将此人抽魂炼破 叫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更多的御主也行动起来 朝杨开这边扑杀 一道道凌厉契机 犹如利刃 切割他周身虚空 整个不回关 瞬间如滚烫的油锅 洒下了盐力 沸腾起来 即便前方一位王主迎来 杨开神色 也是古井不波 他忽然收了苍龙枪 双手一挥之下 两只各有百万数量的小十足大军 骤然出现 这两只小十足大军分属不同 一为太阳 一为太阴 忽然出现的小十足 让所有末族强者为之一正 不过很快便有御主认出这些生灵 前线战场上 不少人族会遇使这种生灵与墨族争斗 他们不具墨之力的侵蚀 更不会生死 倒是给墨族带来不小损失 可在此地诸多御主 和一位王主面前 这些家伙能有什么用 数量再多 实力不够 也是蝼蚁 两只小十足大军在阳开的操控下 朝墨族王主左右杀去 然而疏忆接触 便兵败如山倒 无数小十足化作一块块碎石 面对王主强威 这些小十足连靠近的本事都没有 好在数量足够多 转瞬间就将那墨族王主 围了个水泄不通 直此之时 阳开也被四面八方扑杀来的御主们包围了 一位为御主出手便是杀招 那浓郁莫之力化作道道神通 朝阳开轰击而去 如此狂暴攻击 莫说八品 便是九品全挨上了 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阳开却仿佛没看到 双手探出 两只手背上 太阳记与太阴记变得灼热 骤然显化出来 将两只小十足大军笼罩在内 下一瞬 浓郁至极的太阳之力 与太阴之力 被抽取出来 彼此迅速交汇融合 化作纯净白光 被小十足围困在中间的墨族王主 忽然有些心计的感觉 那些将阳开包围的御主们 更没来由心烦意乱 宛若一轮真正的大日爆开 纯净到不参加丝毫杂志的耀眼白光 将昏暗的不回观映照的仙毫避现 方圆亿万里的虚空 也在这刹那间变得明亮无比 不知多少底层的墨族 在这耀眼光芒下化作乌有 竟是被彻底净化了 便是袭杀向阳开的那些 墨之力凝聚的神通秘书 大多数也在半道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有少数几道轰在阳开身上 打得他身形亮呛 一位为狱主惨毫不已 个个都仿佛被世上最毒的毒药 凌遍了全身 浑身上下不断地有墨之力溢散出来 更发出刺啦啦的声响 那耀眼光芒足足持续了十夕时间 才逐渐连去 然而这十夕之内 不回观内外 墨族的死伤却是难以算计 距离那光芒爆发之地 最近的几处关爱中 原本有许多新诞生的墨族 现如今实不存一 稍远一些的关爱和福禄内情况虽然好一些 却也损失巨大 只有外围的一些关爱中的墨族 没受到太多影响 更有十多位距离阳开最近的狱主 气息大跌 竟不负狱主水准 一举被打落成了领主 如今失魂落魄 同样失魂落魄的 还有那被两只小十足大军包围的墨族王主 两只各有百万的小十足 此刻已经全部化作碎石 露出那了王主狼狈的身影 他方才身处 在那庞大的净化之光最中心 所承受到的杀伤也是最大 绕视他王主之身 此刻也被搞得蓬头盖面 气息紊乱 净化之光的存在 他是知晓的 可从未想过 这世上居然有人能爆发出 如此大规模的净化之光 这样的爆发 便是他也承受不了几次 那十几个御主气息 跌落成了领主 是自身底蕴被净化的缘故 他又何尝不是如此 如今的他 可以说一身实力 凭空被削减了一成左右 虽还能稳住王主的水准 却在不负之前的强大 若再来一次的话 能不能保住王主的修为 都难以保证 事已变故结束之后 这王主便立刻警戒四方 查探阳开踪影 生怕那家伙再给自己来一次 很快 他便转头朝门户锁在望去 那边 阳开脸色苍白 站在门户之外 静静望来 目中满是挑衅和不屑 本章完 第5567章 动弹不得 小说 五练巅峰 作者 默默 四目对视 阳开伸手在脖子上 比划了一下 极为幼稚地威胁着 然后头也不会 扎进了门户之中 墨族王主 简直要气炸了 身形一晃 便要追击过去 不过很快又凝住身形 面色变幻 他不能走 不回关如今是墨族 最重要的后方基地 太多的王主墨巢 和御主墨巢 被安置在这里 如今还存世的墨族王主 只有他一个了 他若走了 那不回关这边 一旦出现什么意外 必定要动荡 整个墨族的大事 士乙 虽然很想亲自追杀过去 将那人族八平赶尽杀绝 可他还是按捺住了 心中的蠢蠢欲动 王主大人 有御主上前请示 王主大人没有追击过去 他们也不敢追 这半年时间 先后死在那人族 八平枪下的御主 已有三位了 这还那人 没有刻意袭杀的结果 那人最主要的目的是 王吉墨巢 这一点所有墨族 都看出来了 若他这两次偷袭 刻意袭杀御主的话 定然不止三位御主要倒霉 对方实力之强 超乎想象 这个时候追过去 没有王主大人打头阵 万一对方埋伏在门户之外 怎么办 谁也不想轻易去送死 不过若是王主令下 他们纵不敢 也飞去不可 好在那墨族王主 也明白这一点 尤其是阳开的强横 他亲眼看在眼中 自己这边的御主们 大多都有伤在身 事宜只是稍稍挣扎了一下 便沉生道 不必追了 御主们如梦大赦 转头四望 所有御主都心情沉重 无他损失太大了 一位御主战死暂且不谈 另外还有足足四座王主末巢被毁 十几座御主末巢被移为平地 最初毁在那人族八平手中的末巢 只有两座而已 但是当那耀眼白光的爆发 却在一瞬间摧毁了被白光笼罩在内的所有末巢 其中就包括另外两座王主末巢 更有十几位御主的气息跌落至领主的程度 余下被那白光照耀到的御主 多多少少有些实力受损 让他们感到心悸的是 王主大人的气息似乎也衰弱了不少 半年前 那人族忽然现身 摧毁总共五座王主末巢 击杀御主两位 这一次 虽然只毁了四座王主末巢 击杀御主一位 但论破坏程度的话 更甚上次 这还没有算那些被净化之光笼罩 瞬间化作乌有的底层末族 所有末族强者 如今心中只有一个疑问 那到底是什么手段 竟对末族有如此恐怖的克制 他们只见得 那人族忽然祭出了两只 各有百万小十族的大军 然后一切就这么发生了 如今 那两只各有百万的小十族 也净数化作了碎石 不复存在 就在御主们心有余悸的时候 杨开已等候在门户之外 只可惜左等右等 也不见追兵杀来 让他颇为失望 确定末族不敢追杀过来 杨开这才施施然 封堵门户 虽说末族那边还有手段 将这门户重新打开 但也是 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给敌人制造一些麻烦 杨开很乐意这么做 简点了一下此番得失 杨开还算满意 唯一感到心疼的 便是失去了两百万小十族大军 不过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想要对付墨族王主 不付出点代价可不行 而他如今唯一能够应付王主的手段 也就是借助大量小十族 催动净化之光了 这一点 连日月神轮都比不上 日月神轮固然是他最强大的神通 可并不具备 克之莫足的特性 戴道将门户重新封堵 杨开才喘了口气 这一次冒险出手 固然掌获巨大 可他自己也伤势不清 最后关头为了催动小十族们体内的太阳之力 和太阴之力 面对诸多御主们的攻击 他根本没功夫抵挡 或者躲避 虽说大多数攻击 都被净化之光驱散或者削弱 可当时那么多御主出手 总有一些打在他身上 都不是什么致命伤 杨开只是稍作打理 没有去刻意疗养 转头朝一个方向掠去 那个方向上 不断地传来声势浩大的动静 这一点 在杨开刚穿过门户的时候 就感受到了 上次来空之狱 此地人莫两族大军交战拼杀 如火如荼 整个大狱几乎都化作了战场 今日在治 这里有的只是大战之后 留下的各种痕迹 他一路前掠 见到了许多断枝残骸 有人族的 有莫族的 还有许多人族战舰的碎片 更有那一团团大大小小的莫云 那声势浩大的动静 每隔片刻便会传来一次 似乎能撼动整个空之狱 而随着杨开的前行 这种动静感知得越来越清楚了 直到某一刻 杨开驻足下来 远远观望 视野之中 倒影出两尊巍峨巨大的身影 那是两尊墨色巨神灵 一尊是阿尔 一尊是那自尽古战场复苏的墨色巨神灵 尽管在察觉到那动静的时候 杨开就有猜测 可当亲眼见到这一幕 还是不免震撼 这两位 当真是旷日持久 这打了 已经不下上百年了吧 人墨两族大军 巨都已经撤出空之狱 他们却至今也没有分出个胜负 毅然憨战不休 而且看这架势 也不知要打到猴年马月去 不过也幸亏当年巨神灵阿尔忽然现身 牵制住了这尊墨色巨神灵 否则人族在空之狱战场 恐怕早就大百亏输 两尊巨神灵的争斗 极为狂暴粗野 也没有什么神通秘术 只是最为简单的拳脚相交 可那每一击都能撼动环宇 他们交锋之处 空间极为不稳 一道道巨大的裂缝 不断幻生幻灭 杨开都忍不住要怀疑 他们这么打下去 这空之狱会不会被打破 静静观望片刻 他伸手在嘴边圈起 气沉丹田 高呼道 阿尔弄死他 仿佛是听到了杨开的呼喊 阿尔头上那粗呆毛 立刻变得虎虎声威 出手也变得狠力许多 杨开呵呵一笑 又看了片刻 这才转身离去 巨神灵之间的争斗 他插不上手 如今他 虽有八品开天的修为 可连靠近那片战场的资格 恐怕都没有 唯有九品之境 才有插手的资格 路漫漫其修远 半日后 他抵达另外一处虚空 此地默色昭然 诡异的 却没有半分末之力一散 所有的力量都凝练至极 第二尊默色巨神灵 坐镇在这里 这一尊默色巨神灵 正是卢安等人 从圣灵祖地复苏的那一尊 此时此刻 那默色巨神灵 盘膝坐在虚空中 庞大的身子 犹如一座乾坤般宏伟 而在他面前 却有一条贯穿了空之玉 与另外一个大玉的门户 那对面的大玉 正是风蓝玉 莫族大军 也是通过这道门户 从空之玉 杀进风蓝玉 继而全面入侵三千世界的 可以说 这里便是三千世界现状的起点 当时那门户并没有完全开启 杨开也及时赶到了风蓝玉 想要阻止 然而 这默色巨神灵 却从破碎天一路杀到了空之玉 一只大手 狠狠贯穿了没有开启的门户 彻底打通了两界通道 他依然还保持着 那大手贯穿通道的姿势 非他愿意如此 而是动弹不得 杨开放眼望去 见得那默色巨神灵的半只胳膊上 竟有无数幻灭幻生的玄傲符纹 如灵蛇般攀爬 那诸多符纹 化作一条巨大锁链 将默色巨神灵 用来贯穿两界通道门户的手臂 锁死 杨开 从那些玄傲符纹之中 感受到了一些熟悉的气息 静心感知片刻 恍然大悟 那是笑笑老祖的气息 不止笑笑老祖 还有另外一人的气息 其实力绝不弱于笑笑老祖 武清 杨开微微扬眉 如今人族九品 只剩下这两位了 除了笑笑老祖 也就只有武清 如此说来 这两位九品 如今正在风蓝狱中 也不知催动了什么神妙功法 竟将这尊默色巨神灵 锁在原地 两位人族九品 自然不是默色巨神灵的对手 只不过笑笑与武清出手的时机 选择得非常好 当年他们二人命人族大军 撤出空之狱 之后稍作安排 便立刻启程 赶往风蓝狱 默色巨神灵 为了打穿两界通道 那横跟在戒臂间的手臂 便轻易不能收回 在默足大军全员撤出空之狱之前 两人终于抵达风蓝狱 联手施展秘法 将这一条手臂 彻底锁死 如此 便将那默色巨神灵 牵制了下来 他自然可以选择 放弃一条手臂脱困 但这么一弄 他必然也实力大减 他又怎么担心 是以这数十年来 他一直在与两位人族九品 斗智斗勇 阳开的到来 他自然是知晓的 暗暗惊诧 这小子的命打 当年可是有一尊 莫族王主 从空之狱杀出去 亲自追杀他的 居然还没死 他没死 那莫族王主什么下场 已经不言而喻了 同时又不解他 怎么会来这里 默色巨神灵 没有要理会阳开的意思 如今他大部分心神 都在与两位人族九品 隔界交锋 哪有功夫 理会阳开这般蝼蚁 他不理人 阳开也没有在意他 只是微微眯眼 默默地感受着 此间的一切 本章完 第5568章 你到底是谁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纵然时隔数十年 大多数痕迹 都已不复存在 可阳开 依然在这里 感受到了 悲壮的氛围 空之玉一战 人族九品 除啸啸 与武卿两位 愚者三十三人 进阶战死 当代龙皇奉后 战死 斩杀莫族王主 四十四位 单单只是战斗的余波 便导致百万 莫族大军覆灭 那是何等 悲壮的一战 那一战的战场 确切而言 便是此地 阳开虽没能 亲身参与那最后一战 也没有看到那一战 但如今站在这里 感受着那一战 残留下的种种痕迹 也几乎可以想象出 当时的情景 彼时 墨色巨神灵 从破碎天杀至空之玉 冲破了人族大军的防线 来到此地 一只大手贯穿戒壁 彻底打通了两界通道 让墨族大军 可以通过这两界通道 长驱直入封兰域 人族大势已去 三千世界被入侵 已成定局 在这种局势下 九品老族有两种选择 一是率军撤离空之玉 保存实力 以图后续 他们实力强大 剧都是人族最顶尖的力量 他们若不愿继续站下去 墨族也拿他们没什么办法 但是九品们 却选择了第二种方案 死战 三十三位人族九品 丝毫没有怜惜 自身来之不易的修为 和漫长的寿源 悍然朝墨族强者们 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龙皇奉后 紧随其后 那一战 斩墨族王主四十五位 除了最早离开空之玉 追杀阳开的那位 还有坐镇在不回关的那位 愚者竟被斩杀 那一战 付出巨大 但也为人族的未来 扫除了障碍 九品老祖们 是在拿自己的性命 给包括阳开在内的后辈们 换取成长的空间 如今时隔数十年 阳开站在这里 似跨越了时空 亲眼见证了那一战的悲壮 这让他心口发堵 龙脉沸腾 面对三十三位人族九品 加上龙皇奉后的联手攻杀 墨族那边 定然也布置了严密的防线 可依然难挡人族雄威 王主们被斩杀干净 幸存的人族九品没有退缩 继续朝坐镇在这里的 墨色巨神灵攻杀过去 最终一个也没活下来 他们留下的战绩至今犹在 那墨色巨神灵 并非完好无损的 庞大的身躯上遍布伤痕 诸多道径交织弥漫 让他的伤势难以愈合 浓郁的墨之力 从那一道道伤口处流淌出来 又被墨色巨神灵收入体内 循环往复 这恐怕也是笑笑 与武卿两人能隔界 牵制住他的主要原因 若他完好无损 单凭两位人族九品 纵然占了先手 恐怕也很难将他 牵制在原地动弹不得 正因为当年那些九品们 不畏生死的付出 才有了今日僵持的局面 阳开眯着眼 望向墨色巨神灵 冷哼一声 墨 你也有今天 每一尊墨色巨神灵 都可以算作墨的分身 只不过 因为墨本身太过强大 已有造物之境 所以 他的分身也强大得不可思议 墨懒的理会扬开 当年他从圣灵祖地复苏的时候 就见过这人足小子 知道这家伙实力虽然弱不经风 可顿逃能力却相当出色 当年他不是没想过要解决对方 可人家根本不给他半点机会 如今 他被牵制在这里动弹不得 就更不可能有机会得手了 是以面对杨开的野鱼 墨并没有要回话的意思 他如今要做的 便是积蓄力量 摆脱那两位人足九品 一旦他能恢复自由之身 这三千世界 没人能与他抗衡 不过杨开下一句话 便打破了他的矜持 墨 我刚从初天大静那边回来 顺便送了的人过去 你猜猜是谁 杨开呵呵笑着 墨终于抬眼瞧了瞧杨开 淡淡道 无论你送谁过去都没有用 墨的后手已经动用了 苍老头也死了 但我本尊苏醒 初天大静弹指可破 杨开缓缓摇头 那可不一定 我既然把那人送过去 自然是有把握的 那人 可是你的老朋友呢 墨的脸色变了变 很快吃声道 你少胡我 本尊的老朋友 早死的一个都不胜了 杨开悠悠道 你这道分身既然知道墨的后手已经动用 那想来也应该清楚 苍老在临终之前 交付了我一件东西 你是古老至尊 见多识广 不妨猜猜 那东西到底是什么 苍老为何要在临终之前 也要将他交付给我 墨默然不语 杨开继续道 你本尊多少年能够苏醒 几千年 上万年 墨留下的后手威力应该不错吧 不过我劝你 若是能早点苏醒的话 就早点苏醒 晚了的话 就算醒了也没用了 杨开也很想知道 墨的本尊 到底会沉睡多少年 乌矿大言不惭三千年内 可晋升九品 可若是 在他晋升九品之前 墨的本尊就苏醒过来 那事情就麻烦了 真出现这种情况 杨开只能想办法 将笑笑和武清两位送过去 看能不能助乌矿一臂之力 可这么一弄 人族这边仅有的两位九品 也会被牵制 相应的 眼前这尊墨色巨神灵 便可得自由了 默默然不语 好伴上才道 你将谁送过去了 杨开呵呵一笑 那人 莫要与他多说 一人的声音 忽然隔界传来 打断了杨开的话 杨开先是一正 紧接着反应过来 时宜到 武清老祖 武清没回话 反倒是笑笑老祖的声音传来 墨色巨神灵的力量很强大 当心被他蛊惑了 杨开大喜 两位老祖如今身体怎样 可有什么大案 他倒是没想到 笑笑与武清居然能隔界与他交流 不过仔细一想 墨色巨神灵的大手贯穿了两界通道 这两界通道算是一直开启着的 对面的两位九品能与他交流 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笑笑老祖道 我们好得很 倒是你 赶紧回星界去吧 你那几个婆娘 可想你的很 杨开善善一笑 老祖见过他们了呀 笑笑老祖没好气道 自然是见过了的 先前他们 都被编入了大眼君 不但见过 那为首的叫 玉如梦的魔女 对他可是一点都不客气 每每叫他陪一个夫君出来 如今回想起来 笑笑老祖就恨不得捶杨开一顿 武清道 莫要在此间逗留太久 杨开正色汗手 弟子明白 墨金带了片刻 忍不住插话道 你到底将何人送了过去 杨开笑嘻嘻地望着他 不如你先告诉我 你本尊要多少年才能苏醒 莫深深地凝视着他 答非所问 苍是不是将操控出天大惊的方法 传授给你了 要不然 杨开问他本尊的是做什么 这显然是怕他本尊苏醒过来 破了那初天大惊 杨开痴笑一声 莫兄 可千万不要想些有的没的 初天大惊的操控之法 又和须苍来传授给我 莫皱眉不已 什么意思 杨开轻蔑地望着他 因为我本来就会啊 莫脸色变了变 似是想到了什么 宁声道 你到底是谁 你猜 杨开冲他笑了笑 默契地发狂 他发现跟眼前这个人族交流 简直心累 默了一阵道 我可以回答你那个问题 不过相应的 你得告诉我 你是谁 杨开愣了下 他在这边胡说八道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 主要是想套套默的话 看能不能打探出他本尊那边的情况 能打探出来最好 打探不出来也没什么损失 故弄玄虚的几句言语 反而可能让对方心烦意乱 顺手为之而已 却不想默 居然这么沉不住气 转念一想 这不就是小孩子脾气 不管默是 多么古老的至尊 活了多少年头 他始终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人情喜恋 这般小孩子脾气 最明显的特征 便是想知道什么 就会不停地探求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杨开当即汉手 可以是可以 不过我怎么确定 你说的是真是假 莫傲然道 我还不屑骗你 你也没办法确定真假 杨开心想 也是这个道理 武清在那边又提醒道 可不要随意透露 什么机密之事 杨开呵呵一笑 老祖放心 我自有分寸 武清恩了一声 不再多说 杨开望着莫道 说说吧 你本尊那边的情况 莫冷笑一声 我不屑骗你 可我又怎知 你会信守承诺 杨开挑眉道 要不我先赌咒发个誓 莫脸色顿时难看无比 你们人族的誓言 全是狗屁 看这模样 似是在这方面 吃过什么亏 杨开耸耸肩道 那就没办法了 你只能赌一把 莫深深地凝视他 似要看尽他内心深处 好扮上 才开口道 告诉你也无妨 本尊那边 短则两千年 持则五千年 必定能够苏醒过来 杨开听得皱眉不已 这时间落差也太大了 说了等于没说 若是两千年的话 乌矿肯定是没办法 晋升九品的 五千年倒是有很大的余地 莫摇头道 我只是本尊的一道分身 对本尊那边的情况 也只是估算而已 哪里能知道的那么清楚 不过此前 本尊共分身一道分神三道 又中了木留下的后手 短时间内 肯定是不会苏醒的 本章完 第5569章 玄明玉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莫莫 分身一道 分神三道 即便莫 已是造物之境 也有很大的负担 在中了木当年 留下的后手 自然很快陷入沉睡之中 两千年到五千年 杨开心中暗覆 两千年后 自己恐怕要隔三差五 去一趟初天大镜查探的情况了 要不然 万一那边出了什么纰漏 乌矿也没办法传消息出来 他在这般沉思 莫已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 到你了 杨开呵呵笑了声 也不说话 只是妙法催动 刹那间 莫身上的伤口处 便有大量精纯莫之力 被牵引出来 为杨开炼化 莫脸色大变 是 全是你 试天战法的特征太明显了 莫又怎会认不出来 而这普天之下 能够施展试天战法的 也唯有一人耳 毕竟这门万古玄弓 正是那人当年创造出来的 杨开收了试天战法 面含微笑 他可什么都没说 不过看莫这模样 似乎对事很是忌惮 想象也是 试天战法 可以炼化万物为己用 便是莫之力 也能一样炼化 对莫来说 确实很头疼 事实上 初天大进这么多年 之所以能一直将莫封禁 是当年的努力功不可莫 他一直在炼化吞噬莫之力 削弱他的力量 如说苍等十人当中 莫最敬重的是莫 那么最忌惮的 便是是了 你居然还活着 莫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杨开 杨开依旧微笑 一言不发 另一边 风蓝狱中 笑笑与武卿两位人族九品对视一眼 皆都满面狐疑 空之狱那边的情况 他们很清楚 可莫色聚神灵 在大呼小叫些什么东西 是又是谁 苍等十人中的一员吗 杨开又怎么跟这位教士的扯上关系了 两位人族九品 虽然想不明白 可眼下莫色巨神灵 明显有些心神不稳 这对他们而言倒是好消息 急忙催动秘书 刹那间 莫色巨神灵 那只被锁住的臂膀上 玄奥符文朝上弥漫 化作粗大锁链 大有要将他一半身子都锁住的架势 莫也反应过来 急忙抵挡 能锁住莫色巨神灵一只臂膀 已是两位人族九品的极限 方才虽趁他心神不宁有所建功 可如今对方一反抗 先前的努力便又化作乌有 一时间 那臂膀上玄奥符文幻灭幻生的极为平凡 杨开健壮 当即低贺一声 莫 羞耀猖狂 大手一挥之下 浓郁到极致的净化之光 自手中爆发出来 狠狠朝莫砸了过去 光芒笼罩之处 莫色消融 纯净的光芒无孔不入 顺着莫色巨神灵的伤口 便要侵入他体内 莫怒吼连连 浓郁莫之力翻滚 一出体外 与净化之光抗衡 两种光芒 一白一黑 不断冲撞消融 杨开这次 没有动用小十足 因为没必要 不像之前在不回关中 莫在这里就是个靶子 动弹不得 他只需要催动黄金和蓝金的力量 融合成净化之光便可 不回关那边 面对一位莫族王主 动用小十足大军 更能打对方一个出其不意 小十足毕竟还是有很大用处的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杨开也不愿牺牲他们 耀眼白光持续不断 连绵不绝 相应的 黄金与蓝金 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大量消耗 杨开哪还顾得上心疼 反正这东西 黄大哥与蓝大姐那边多的是 真用光了 再去一趟讨要便是 他还从未这样 催动过净化之光 两色光芒在弱大虚空抗衡交锋 杨开始终无法突破莫之力的封锁 默色巨神灵的力量似乎也是连绵不绝 永无止境 他在这边发力 风蓝玉中 笑笑与武卿两位九品 立刻轻松了不守 虽不知杨开到底做了什么 可显然 他在那边牵制了默色巨神灵 很大一部分精力 两位九品哪还会客气 天地伪力跌宕 联手施展手段 不过片刻功夫 锁住默色巨神灵那只臂膀的锁链 变粗壮坚实了很多 这一番对抗 足足持续了一个时辰之久 九到阳开小乾坤中 黄金和蓝金 消耗了足足两座小山的规模 九到 他两只手背上的太阳剂 与太阴剂 都开始变得滚烫 他原本还有些期待 自己催动净化之光 能不能彻底解决了 眼前这尊默色巨神灵 可如今稍稍推算一下 发现自己有些痴心妄想 墨色巨神灵那的气息 确实衰弱了一些 可阳开估计 就算自己将所有的黄金蓝金 全部用光 也不可能真的解决它 而且 再这么继续下来 阳开 也不知自己的太阳剂 与太阴剂 能不能撑得住 手背上的滚烫愈发强烈 大有要马上爆掉的感觉 不过并非没有成果 最起码在他的协助下 两位人族九品对默色巨神灵的钳制 变得更牢固了 而且经由他这么一闹 默色巨神灵百年之内 休想恢复元气 或许自己该时不时给过来一趟 帮两位人族九品减轻压力 阳开心中暗暗盘算 既不能彻底解决 这默色巨神灵 阳开也不再坚持 收了两道印记 断了抽取黄金与蓝金之力 耀眼的白光又持续了片刻 这才渐渐被默色消融 抬眼望去 默色巨神灵 脸色明显 难看至极 庞大的身躯上 默色翻滚 张显心中怒火 若不是被限制在原地动弹不得 他肯定早已对阳开出手 半上 他才翁声道 你将谁送去初天大镜那边了 他还惦记着刚才的疑惑 阳开懒得理他 冲两接通道外喊道 两位老祖 人族不会败 但请两位放心 他原本还打算转到枫兰玉 去看一下这两位九品的情况 可如今倒是不必了 那两位联手之下 墨族估计也不敢随意去寻衅滋事 所以他们那边的安全 倒是不必忧虑 笑笑老祖的声音传来 去吧 只要我与五卿不死 这尊默色巨神灵 休想离开空之狱 阳开汗手又冲默色巨神灵咧嘴一笑 墨 好好活着 过些年我再来看你 墨恨恨地瞪着他 一言不发 这是危险 偏偏他还拿对方 没什么办法 阳开长笑一声 身形晃动 腾挪而去 两尊默色巨神灵 都被牵制在空之狱 唯一的一位墨族王主 镇守不回关 墨族这边最强的 也就是那些先天狱主 多年征战 人族固然损失惨重 墨族也不好过 诸多九品不畏生死 以自身性命为后背扫清障碍 换来成长的空间 一代代人心火相传 无私奉献 这样的人族 怎么会办 怎么能办 更何况 阳开手中 如今还有两颗世界数子树 若是找到合适的乾坤种下 那必定又将多出一两个星界来 三千世界的未来 是属于人族的 总有一天 墨族会被赶尽杀绝 总有一天 这混乱的环宇 会重归秩序 阳开坚信着这一点 他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玄冥玉 乃是人族如今抗衡墨族的十几个前线大玉之一 这一处大玉是以二等宗门玄冥宗之名命名的 放眼三千世界 玄冥宗并不出众 其实力甚至还不如阳开之前去过的玄义门 玄义门好歹曾有两位武品 玄冥宗内只有一位武品开天而已 不过按照三千世界各大势力等级的划分 玄冥宗确实也是二等势力 有资格占据一玉 宗门实力不行 占据的大玉自然也不会太好 整个玄冥玉内乾坤世界数量虽然不少 可适合人族生存的却没几个 武道也不怎么昌盛 二等势力是个统称 彼此之间也有很大差距的 顶尖的二等势力 六品开天都有不少 弱小的二等势力 或许只有一位四品 强大的势力占据好的大玉 弱者自然只能找那些 没有太大竞争的地方落足 玄冥玉如今是抗衡墨族的实际处前线之一 人族在此欲驻兵超过百万之数 百万 这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 要知道 这百万可都是开天境 非帝尊道元之流可比 与墨族的对抗 非开天境无法踏足战场 强行上阵只是送死 尽管这百万大军品介良有不齐 可数量却摆在那里 墨之战场中 一处处关爱 常驻兵力三四万左右 可这三四万具都是五品开天之上 自然不是玄冥玉的人族大军 可比 眼下墨族全面入侵三千世界 对抗墨族的开天境 品接要求也不那么严格了 一品两品开天 只要有心 都可以去战场上杀墨出敌 当然 这么做也是有些风险的 实力越低 越容易被墨之力侵蚀 转化为墨图 继而倒戈相向 不过驱墨丹的普及 极大的缓解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只需在与墨族交手之前 服用一枚驱墨丹 便是一二品的开天境 在要效失效之前 也不会被墨之力侵蚀 虽说如此一来 对驱墨丹的需求 变得极为庞大 可能参战的舞者数量变多 也是好事 人族如今与墨族的对抗 主要还是以防守为主 轻易不会主动进攻 基本上每一处大狱的战场 都是这个情况 玄冥玉这边 人族的基地便安置在狱门附近 背靠着狱门 如此一方面是方便镇守狱门 不让墨族轻易突破封锁 另一方面 也是上面考虑 万一兵败 玄冥玉的人族大军 可以通过狱门撤离 不至于被墨族赶尽杀绝 不得不说 这样的布置 透着心酸和无奈 本章完 第5570章 不甘心啊 小说 《武炼巅峰》 作者 墨墨 然而 这就是人族眼下面临的局面 各处战场局势紧张 总府司那边 不得不考虑兵败的可能性 将基地安置在玉门附近 是最好的方案 十几的大狱战场中 玄冥玉中人墨两族的抗争 虽不是最激烈的 可也不平和 百万大军布置的防线原本是很长的 不过随着这些年墨族大军的步步紧逼 人族防线不断收缩 现如今 人族 能够掌控的空域 已布足最初的三成 一旦防线收缩到一定程度 玄冥玉这边 纵然再怎么不愿 也必须得考虑撤军了 百万大军的撤离 不是容易的事情 必须得早做筹谋 否则被墨族贤尾追杀的话 人族定会损失惨重 比起墨之战场中 两族大战 现如今墨族入侵 两族之间的争斗 显得更加频繁激烈 几乎每时每刻 都有大大小小的战斗爆发 交锋之间 两族将士陨落不断 至此之时 距离人族基地 不过半日路程 围绕着一块巨大的乾坤碎片 人墨两族正在进行一场 胶着而激烈的战争 人族在这块碎片上 成兵三十万众 整个碎片上 被布置了无数法阵和秘宝 用来对抗墨族的进攻 这一场战斗 已经打了足足三个月 借助在这乾坤碎片上的 种种布置和后方的援军 期间击退 墨族的进攻 上百次有余 斩杀墨族难以算计 然而 人族有援军 墨族也有 而且更为庞大 如今 墨族几乎已经占据了 三千世界的所有大域 每一处大域都有他们的墨巢 资源输送之下 墨族的兵力源源不绝 虽说 有众多游猎者 在那些大域内暗中行事 捣毁了不少墨巢 可相对于墨巢的总数而言 依旧背水车薪 不从源头上 摧毁那一座座王主及墨巢 摧毁再多的领主墨巢 也没有用 人族这边摧毁一座 他们便会立刻填补上 无非就是消耗一些资源罢了 对如今占据了几乎整个三千世界的墨族而言 资源这东西是最不缺少的 更何况 还有墨之战场那边在输送 乾坤碎片外围 激战尤翰 一艘艘人族战舰穿梭来回 一道道正法秘书的光芒此起彼伏 将墨族大军的进攻 一次又一次打退 乾坤碎片上 一位身形伟岸 身穿金甲的中年男子盘膝而坐 眺望战场 目入忧色 玄冥玉如今的局势不算好 可这一战绝不能败 这一战若是败了 那玄冥军这边将在无后退的空间 到时候 整个玄冥玉都要被放弃 人族将在失一处 对抗墨族的前线阵地 这对眼下的人族而言 是难以接受的 极有可能会打击到整个人族的士气 可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明显 要如何做 才能保住玄冥玉 中年男子不知道 运筹帷幄 向来不是他擅长的 他的长处 在于冲锋陷阵 此时战事胶着 他虽有心上去杀敌 可之前伤势不清 此刻正在疗伤 只能按捺住心头的蠢蠢欲动 一道身影 忽然从天落下 直接落在他身边不远处 亮呛了一下 轻壳一声 嘴角边引有鲜血流出 中年男子扭头望去 来人冲他咧嘴一笑 老魏 疗伤呢 魏军阳心说废话 不疗伤我坐在这里干什么 不过 两人也是老朋友了 彼此间倒是没那么多客套 想了想 魏军阳道 欧阳 你也赶紧疗伤吧 别强撑着了 来人桀骜一笑 别看老子伤得不轻 那御主也不好过 就差那么一点点 老子就捶抱了他的头 可惜 可惜啊 话虽这么说 却是依然盘膝落座 取出林丹塞入口中 若阳开在此 定然能认出 这个被魏军阳换作欧阳的 乃是他数十年前 从墨之战场带回来的欧阳烈 大家也是老熟人了 在大眼观那边打过不少交道 两位八品都是喜欢冲锋陷阵的 自然脾气相投 早年就已经相熟 有数千年的交情 玄明玉这边的八品数量不少 麾下百万大军是以原墨之战场 十几座人族关爱的残军为框架 构筑填充起来的 这十几座人族关爱 包括了大战关 也包括了大眼观 魏军阳 便是原大战关东军军团长 数百年来 人族各处关爱的大军 经历了初天大进一战 不回关一战 空之玉一战 整整三场大战 各路大军早就被打残了 所以 在人族退守新界之后 各路大军的编制 被被取消了 取而代之的 以这十几座大玉战场 命名的大军 玄冥玉这边的人族大军 便是玄冥军 若是玄冥玉失守 那玄冥军也会被取消编制 继而打散编入 其他大军的阵营中 如今玄冥军这边 魏军阳与欧阳烈 都是其中的主事之人 九品开天不出的情况下 原先的军团长们 无疑能够掌握话语权 主事者不止他们两个 还有其他几位顶尖八品 聚都是军团长级的人物 两人各自默默疗伤一阵 欧阳烈忽然呲了呲牙 先天玉主 果然难对付 比较他们当初在 末之战场遇到的那些玉主们 这些从初天大劲里 走出来的先天玉主 强大了何止一点半点 末之战场那边 欧阳烈施展秘书 拼命之下 是可以轻松斩杀一位玉主的 当然 自己肯定会受伤不清 可面对这些与自己实力相差无几的先天玉主 他的拼命一击 就难以奏效了 方才在战场上 他就是与一位先天玉主拼命 才搞得两败俱伤 不得不退回来 先行疗养 他与魏军阳 既都是人族顶尖八品的一员 他们都如此 可想而知 那些一般的八品 面对的压力有多大 在末之战场那边 人族八品 普遍要比玉主们强大一些 可现如今 这个情况居然反了过来 正常 魏军阳淡淡汉守 先天玉主据说都是 直接孕育自末朝 拥有一丝末的原力 他们以断绝了自身前途为代价 掌控了更强大的力量 先天玉主是无法晋升王主的 可就因为这样 他们一诞生 便拥有极强的实力 比起人族的顶尖八品 丝毫不逊 欧阳烈闷声道 这些老子都知道 可就是不爽 人族辛辛苦苦修行到八品 需要多少年 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 末族道好 一座王主末朝 便能孕育出不少先天玉主出来 所需要的 只是大量资源 和一丝末的原力吧 虽然将莫族视若仇寇 可不得不承认 莫族强者的这种诞生方式 尾时太无解了 末了片刻 欧阳烈道 总府司那边怎么说 魏军阳叹息一声 那边传讯过来 玄冥军若是不敌的话 早做撤离的准备 又撤 欧阳烈脸色微变 咬牙骂了一句 从初天大进撤到不回关 从不回关撤进空之狱 又从空之狱撤到这里来 还要撤 再撤下去 人族哪还有生存的空间 米大头和象大头干什么吃的 一个个号称制计百出 就不能想个办法缓解这边的局势 早晚老子要把他们脑袋拧下来当夜壶 魏军阳缓缓摇头 不敌莫族 非战之罪 你也知道 人族如今面临的局势 其实玄冥军若是撤离的话 也不是没有好处 其他实际处大狱的战线也吃紧 玄冥军若是能分散前往支援其他大狱 或许能够稳住局势 放弃一个玄冥域 其他大狱都能得利 总府寺那边应该是这么考虑的 欧阳烈冷笑不迭 所谓有得必有失事吧 听他们放屁 今日弃了玄冥玉 明日便可能弃了天狼玉 下一次呢 是不是连双级玉也要放弃 不如把所有大狱都放弃了 大家一股脑窝在灵霄玉中 汇聚人族眼下所有力量 相信莫族怎么也打不进来 魏军阳看着他 沉声道 你我都知道 未必就没有这种可能 欧阳烈脸色几度变换 尽管他也知道 确实有这种可能 可是不甘心啊 几百年来 撤来撤去 人心都撤散了 他不想再撤了呀 援军呢 玄冥军百万大军 这里只有三十万 其他人哪里去了 欧阳烈又问道 他虽是玄冥军主事人之一 可向来是个甩手掌柜 属那种基本不管式的 大战起时 只管闷头冲锋杀敌 至于对敌策略什么的 管他娘的 只要能杀光敌人 要什么狗屁策略 所以 对玄冥军这边的情况 他还真不是太了解 魏军阳叹了口气 玄冥军虽有百万 可这些年下来 战死者众 如今只有七十万左右了 玉门基地那边 需要兵力镇守 其他几处辅战线 也需要兵力对抗莫族 咱们这里 是没有援军的 欧阳烈张了张嘴 似是想说些什么 最终只能骂一句 魏军阳道 不过我已经传训总府司 请求圣灵们前来支援 算算日子 应该快到了 圣灵 欧阳烈眉头一阳 如今与人族并肩作战的 圣灵数量可不少 且不说 原本跟随龙凤镇守 不回关的那些圣灵 还有从圣灵祖地中 走出来的一大批圣灵 十多年前 更有一批上百尊圣灵 突兀地出现在星界外 把当时镇守在星界的人族强者们 吓一跳 本章完 第5571章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这些圣灵来历蹊跷 既不属于不回关中 也不属于圣灵祖地 一番接触 这些圣灵指名道姓 要与林霄公的一位 叫花青司的女子交谈 林霄公那边也不敢怠慢 花青司当即出面 最后方知 这些圣灵 居然都是阳开 从太虚境中收服送出来的 消息传出 人族举族振奋 如今 人族面临的 正是兵力不足的情况 这百尊圣灵的忽然现身 无疑能给人族提供极大的助力 所有人都以为 这一支强大的援军 然而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些圣灵到了新界那边 并没有要与人族并肩作战的意思 反而留在了新界中 仗着自己圣灵的身份 作威作福 眼高于顶 最后还是正在闭关养伤的浮广出面 狠狠威慑了他们一番 这才让他们收敛许多 花青丝又从中斡旋 这百来尊字太虚近走出来的圣灵 才勉强可用 只不过 他们不尊任何人的号令 人族这边若是有什么事 需要他们去做 须得提前打个商量 去不去 还都看他们自己的意愿 尽管诸多不如意 可这百来尊圣灵 依然是不可忽视的战力 如今所有的圣灵 都被编成了数个队伍 他们不负责镇守哪一域战场 但有哪一域战士吃紧 总府司那边都会调牌他们前去支援 如此一来 也能发挥出他们最大的作用 之前有过数次 挤出大狱人族的防线 几乎快要被攻破 圣灵们忽然杀出 这才挽回局势 可以说 人族如今能够勉强守住 这十几处大狱的阵线 圣灵们在关键时刻 发挥了很大作用 所以听魏俊阳说 已经传讯总府司 请求圣灵们前来支援 欧阳烈倒是安心不少 不过很快 他又忧心忡忡起来 来支援的圣灵 该不会是从太虚境中 走出来的那些吧 若是那一批圣灵的话 可远没有圣灵祖地 和不回关中的圣灵们靠谱 魏军阳摇头道 不清楚 如今圣灵们数量也不多 总共就六支队伍 抽掉那一支圣灵来支援 也是总府司那边需要考虑的 两人这边正说着话 战场那边呼声变故 人族的阵线 原本虽有些岌岌可危 可还是能够勉强与墨族抗衡的 然而这一瞬间 十数到强大的气息 忽然在战场各处爆发出来 猝不及防之下 一艘苏人族战舰被打爆 一位为开天竟被斩杀 那十几个方向上 墨族如潮水一般 汹涌而来 正在疗伤的魏军阳 与欧阳烈豁然起身 巨都脸色难看 欧阳烈更是怒骂一声 总府司那些家伙 干什么吃的 十几位御主前来支援 竟没消息传过来 玄冥玉战场 人族八品 与墨族御主的数量 虽有差距 可差距不大 彼此都有牵制 可这十几道忽然冒出来的气息 却是极为陌生 显然都是心癌的 此前压根没出现在战场上 十几位御主 虽然数量不多 可各个都是强大的先天御主 如今忽然爆起发难 很有可能瓦解掉人族的阵线 魏军阳也脸色难看 陈生道 未必是从其他御支援过来的 之前有御主重伤 便不见了综艺 总府司那边推测他们 应该是返回不回关疗伤去了 毕竟那边有许多王主末朝 疗伤方便 这些御主 极有可能是从不回关过来的 如今各处战场 两族高端战力彼此抗衡 若真有哪一御 少了十几位先天御主 总府司不可能得不到消息 眼下总府司既然没有传讯过来 那就说明他们对这十几位御主的出现也一无所知 这些御主很大可能是从不回关过来的 如今一次性投入此地 明显是要击溃玄冥玉的人族攻占这一处大狱 两位人族八品哪还顾得上疗伤 纷纷冲天起 各自寻了目标朝那些御主们杀去 与此同时 各个方向上 巨多有人族八品的气势爆发 不过 无论是魏军阳还是欧阳烈 心里都清楚 这一次玄冥玉怕是凶多吉少了 十几位强大的先天御主的来源 足以压垮玄军的防线 眼下这情况 玄冥军无论如何都不能撤离了 撤退的路上 只会死伤更加惨重 唯有先行击退末族这一次的进攻 才有从容撤离的可能 死战 对人族而言 这样的局面经历太多次 所以 纵然局势危急 人族大军的气势也丝毫不辣 呼呼间 两族强者开始碰撞交锋 得了墨族强者的支援 墨族大军也开始朝前推进阵线 无数道耀眼的光芒开始闪烁 五颜六色 将这偌大虚空映照得绚烂多彩 短短不过半日功夫 驻守此间的三十万人族大军 便陨落三成之多 便是八品开天 也被击杀两人 虽然那两位八品临死之前有所爆发 但也仅仅只是重伤了自己的对手而已 先天御主 一个没死 人族何曾吃过这样的大亏 两位八品的陨落 让所有人都站着点狂 战场某处 欧阳烈口中鲜血狂喷 却是丝毫不退 持刀攻杀不停 他本就有伤在身 实力不负巅峰 如今要应对先天御主 又哪里是对手 他的凶残倒是让那先天御主有所忌惮 若非如此 他早就将欧阳烈拿下了 不过这御主倒也不急 如今人族已现颓势 这一战基本已经赢了 他没必要跟欧阳烈拼命 拖也能拖死他 更不要说 人族八品与墨族御主的数量对比上 墨族可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又拼杀一阵 这位御主忽然冲欧阳烈诡诀一笑 这笑容映入眼帘 欧阳烈不禁心头猛跳 暗道不好 便在这时 一道灵力杀鸡 忽然从旁席致 对面的御主也适时攻杀而来 生死关头 欧阳烈不退反进 一口金血喷在自己的长刀上 那长刀立刻绽放耀眼光芒 双方擦肩而过 欧阳烈胸腹处鲜血狂飙 那御主紧薄处 也多出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刀意萦绕 那御主脸色陡然阴沉 刚才瞬间 他险些死在对方刀下 人族八品 果然不能小觑 欧阳烈徐徐转身 望向自己的对手 此时此刻 对方身边又多了一位先天御主 正是方才偷袭他的那位 单对单 欧阳烈此时 就已经有些不是对手了 更不要说以一敌二 可惜了 欧阳烈心头叹息 刚才若是能杀了敌人 那他也死得其所 可如今怕是没什么机会了 转头四望 见得魏军阳也拖着伤残之身 以一敌二 落入下风 还有更多的八品面临绝境 这一战之后 玄冥军有多少人能活下来 欧阳烈的双目 已被血水磨火 视野之中 那两位御主 显然不愿在浪费时间 已经左右 习杀而来 想杀我 来一个陪葬吧 欧阳烈疯狂大笑 手中长刀忽然崩碎 化作万千刀芒 笼罩 弱大虚空 这是他性命相修了多年的秘宝 如今主动崩碎之下 威能极为可怖 习杀而来的两位御主 当即感受到了危机 迅速后撤 欧阳烈趁机欺上 盯准了自己最先的那个对手 杀招迭起 打得对方狼狈不堪 然而也就到此为止了 随着弓杀 欧阳烈的气势迅速滑落 待到片刻后 哪还有方才的威势 两位御主健壮 自知机会已至 各自施展秘书 强大神通轰击而来 欧阳烈身形晃了晃 有心躲闪 却是无能为力 悠悠一声叹息 也好 数百年来 人族不断地后撤 他已不愿再撤了 战死此间 或许是他最好的归宿 不断地透支自身的力量 欧阳烈的意识 都有些模糊 以至于耳畔边 似乎出现了幻听 放逐 低沉的声音响起 欧阳烈的身形 陡然变得扭曲模糊 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 两位先天御主的攻击 直接穿过了欧阳烈那模糊的身躯 强大的力量震荡虚空 让他口喷鲜血 却没能将他斩杀 正发证实 森燃杀鸡已经将他们笼罩 远远的 一道金色流光如流星一般 划破虚空 从墨族大军的后方贯穿战场 所过之处 墨族一片人仰马翻 顺顺间 那金色流光就已杀至眼前 玄妙的力量交织 一点枪芒 在一位墨族御主的视野之中 急速放大 死亡的气息笼罩 这狱主大惊失色 正欲还击 脑海中却是如被刺入一根尖刺 猛的一痛 让他浓郁的墨之力 多为之震荡 枪出 强大的先天狱主的头颅 被直接贯穿 气息凋零 变故只在一瞬间 另外一位狱主脸色大变 抬头望去 这才见到一个面色冷利的青年 徐徐将长枪抽回 抬手间 空间震荡 身边那重伤垂死的八瓶 立刻消失了综艺 也不知被送去了哪里 四目对视 青年冷冷道 我不在的这些日子 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话落顺顺 虚空凝固 那先天狱主 亡魂皆冒 人足九瓶 不是说 如今为二的两位九瓶 都被牵制住了吗 哪里又冒出来一个九瓶 可仔细感知之下 对方却只有八瓶开天的气息 这狱主有些茫然了 八瓶能顺杀一位先天狱主 开什么玩笑 本章完 第5572章 真废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玄明玉 前线浮路上 欧阳烈突兀现身 此刻的他狼狈至极 浑身血污 一身气息 也极为紊乱 接二连三 与先天狱主的大战 几乎好空了他的力量 意识昏昏沉沉 随时都可能昏睡过去 这般伤势 每个一年半载 休想恢复过来 死里逃生值得庆幸 他却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 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回想起方才耳畔边 熟悉的声音 心中隐隐有个猜想 强打起精神 朝虚空打量过去 一眼便见到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在与偷袭他的 那个先天狱主拼杀 果然是这小子 欧阳烈心头大震 方才他已做好了 身影倒消的心理准备 可在那生死危机关头 己身所在的空间 竟被扭曲了 他明显感觉自己 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 也正是如此 才能让他在两位狱主的攻杀下 保住性命 空间神通 也只有这小子 能做到这种事了 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忽然出现在这前线浮路上 明显也是他动用空间手段 将自己挪移回来的 来了就好 欧阳烈长呼一口气 一屁股坐在地上 终于有些撑不住了 一身气势迅速滑落 看着那战场上 那位先天御主 在阳开的攻杀下 左之右捉 欧阳烈心头 忽然泛起一丝古怪的感觉 什么时候 这小子的现身 能让人如此安心吗 仿佛有他在 这一战就必定不会败事的 失神一笑 自己这些老东西 可真够废物的 修行这么多年 到头来 还要指望一个后生晚辈 算上再不回关那次 自己已经 被他救了两次了 师尊 吃药 身边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欧阳烈扭头望去 正见到自己的宝贝徒弟 爬在自己身边 手上高举一个玉瓶 瓶中明显是 价值不菲的疗伤灵丹 宫连也伤势很重 腰腹间 一道巨大伤痕 几乎要将他长为两半 若不是伤势如此惨重 他也不会退回来 低头看了看 自己徒弟的狼狈 再看看那边杨开的威风 欧阳烈忍不住叹息一声 真废 自己这个徒弟 天资财情都极为出众 要不然也入不了他的法眼 将之收入门下 用心栽培多年 如今已是七品开天 确实了得 可与杨开一比 又算得了什么 自己当年 怎么就没想到 将杨开收入门下呢 宫连好心爬过来 给师尊送药 本以为是一幕师徒如木的戏码 却不想得师尊如此点评 当即有些委屈 师尊 弟子修行速度够快了 两百年进帝尊 又一百年宁炼道印 在一百年进六品开天 之后花费不到一千年进七品 满打满算 他修行至今不过一千五百年而已 这个年纪的七品开天 放眼整个三千世界 也找不出来多少 可如今到了师尊口中 竟只是真废的评价 宫连感觉很扎心 唉 罢了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跟那小子一样妖孽 不能强求于你 欧阳烈又叹息一声 这才从宫连手中接过灵丹 打开服下 如果自己这个弟子算是天才的话 那杨开绝对就是妖孽了 宫连挤出一丝微笑 感觉更扎心了 便在这时 那边战场中 又传来一位先天御主陨落的动静 欧阳烈抬眼望去 激动大呼 干得好 不出所料 正是杨开斩杀了那个 偷袭了他的先天御主 自杨开现身到现在 前后也不过三十息功夫而已 三十息 两位强大的先天御主授手 总感觉这小子 比起当年再不会关外见到的时候 更强大了 师尊 你看那边 弓脸却发现了另外的异常 把手一指 欧阳烈顺着方向望去 只见得莫族大军后方 忽然变得骚乱无比 那浓郁的莫之力遮蔽之下 一轮轮大日 一道道弯月 此起彼伏的腾空 光芒映照之下 数不尽的奇特生灵 从莫族大军后方沙江而来 冲散了莫族的阵型 小十足 欧阳烈眼前一亮 很快明白 这应该是杨开带来的 杨开手中有大量小十足 人族强者们多少都知道一些 毕竟如今各处战场上 都有小十足活跃的身影 这些小十足 剧都是杨开之前赠送出去的 玄冥玉战场也有 不过数量不算多 这么多年大战打下来 杨开当年送出去的小十足 死伤不小 小十足这个种族 用来对付莫族确实好用 不过他们唯一的缺点 就是难以驾驭 而且实力良有不齐 如果单单比较 各族大军的平均战力的话 人族大军要超出莫族很多 莫族大军 又要超出小十足很多 所以 小十足的数量虽然庞大 可每一次大战 都会出现极大的战损 总府司那边半年前有过统计 当年杨开林林总总 赠送出去的小十足 约莫有三千万之多 可现如今还残留的小十足 只有1300万左右了 余下的1700万 都在各处战场 被莫族消灭了 数十年时间 1700万的战损 这个数字极为恐怖 人族若是出现这么庞大的战损 早就被杀得绝户了 玄冥玉这边 小十足也有一百万左右 外加人族的百万大军 总共两百万兵力 不过前线战场这边的小十足 只有40万 其他的小十足 都分散在后方基地 或者其他几处辅战线 要不然单凭人族三十万大军 未必就能守住这前线战场 这场大战下来 40万小十足 估计也剩不了多少了 可现如今 在那莫族大军的后方 难以算计的大日和弯月腾空 绽放的光芒 几乎照亮了小半个玄冥玉 这是多少小十足 几百万 上千万 欧阳烈师徒不清楚 他们只知道 玄冥玉这边 莫族的麻烦大了 随我杀敌 欧阳烈忽然热血沸腾 长身而起 一身伤口处 鲜血猛飙 公脸吓一跳 师尊莫要冲动 你如今身受重伤 实力实不存一 哪还能再折腾 还是赶紧疗伤要紧 欧阳烈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 废话少说 老子什么情况自己清楚 杀不了玉主 杀些灵主总是没问题的 快 这般说着 掠空而去 公脸一脸无语 见得师尊都上了 也只能跟上 后方小十足的忽然暴起发难 战场上两位先天玉主气息的凋零 所有的变故 都是在那一道金光杀入战场后发生的 莫族哪还不知 人族这边来了一位顶尖的强者 杀玉主如突击载狗 这让诸多莫族御主又惊又怒 这一次 十几位暗藏的御主忽然杀出 莫族是打算彻底攻占玄迷的 眼看大势将成 却不想关键时刻出了这样的变故 这让御主们 如何能够接受 一道道强大的神念 在虚空中穿梭交流 御主们一时间也不知 是该暂时撤退 还是继续攻杀了 还没商讨出个对策 又一位御主的气息忽然消失 顺着那气息消失的方向望去 正见到那个人族八品 傲然当空 闭逆四方 第三位御主被杀了 而这三位御主被斩 都只在半斩查时间内发生的 御主们哪还敢犹豫什么 唯恐下一个倒霉的便是自己 纷纷尝笑 且战且退 得了他们传递的讯息 莫族大军也开始后撤 如此战机 身经百战的将士们 哪还看不出来 无须八品们号令 纷纷贤尾追杀而去 一时间 莫族大军陷入了人族 与小石族联手加工的尴尬境地 阳开的身影 也在战场上穿梭不定 长枪过处 莫族死伤不断 他没再去击杀御主 不是不想 而是不能 短时间内 接连动用三次舍魂刺 已是他的极限 此刻的他 神魂撕裂 痛苦不堪 若再催动舍魂刺的话 搞不好要跟上次在大海天象外一样 失去意识了 而不动用舍魂刺 以他现在的状态 想斩杀一位先天御主 也有些难度 既如此 那就杀些其他莫族 前后夹击 莫族大军损失惨重 不过小石族 毕竟只遵本能行事 杀敌汉勇不假 却没有什么章法 莫族大军 想要突破他们的封锁并不难 只是需要付出一些代价而已 人族 人族 人族岂岂岂岂岂的局势 一下子逆转过来 天地伪力交错纵横 一道道神通秘书的光芒绽放 这一战 人族胜了 如今只是斩敌多少的问题 大事已定 所有人族巴平都庆幸不已 半个时辰前 人族兵 拜几乎已成定局 他们此前甚至想过 要放弃所有的小十足断后 保证人族主力的撤离 而这一切 都因为一人的道来改变 忽忽间 人族大军与小十足会合一处 追杀亿万里 一路上 墨族丢盔弃甲 不知多少将士战死 某一刻 杨开忽然心头一动 扭头朝一个方向望去 那边 似有熟悉的气息波动传来 他连忙身形晃动 掠过虚空 瞬瞬间 便现身在一艘战舰之上 左右望去 一张张熟悉的脸庞 映入眼帘 或娇媚 或冷艳 或端庄 他的突兀出现 将战舰上众人也吓一跳 不过待看清他的面容后 众人才放下心来 杨开面上 满是温馨的笑容 神色温柔 本章完 第5573章 我回来了 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这战舰上的舞者 清一色的女子 没有一个男儿身 真正的娘子君 而且大多都是杨开最为亲密的枕边人 方才他也是 察觉到他们的力量波动 这才急忙赶来 心中的思念 化作潮水翻涌 这一刻 他有许多话想要说 然而千言万语到了嘴边 最终只化作轻轻一句 我回来了 是的 回来了 自他当年从黑玉离去 至今已有将近千年光阴 他终于回来了 如果算上他在大海天象中度过的年月 已有将近五千年之久 虽不是以凯旋之姿归来 有些遗憾 可他终究还是回来了 墨之战场中 与墨族征战的时候 他无数次畅想过这样的场景 而今日 终于如愿以偿 玉如梦激动地扑了过来 杨开伸出双手 带他投入怀中 这位魅魔异族的魔圣 却是与杨开擦肩而过 一道神通摇摇轰了出去 打得远处顿逃的墨族 狼狈不堪 如今的玉如梦 也有七品开天的修为了 废话少说 杀敌要紧 杨开张开臂膀 将在原地 表情有些尴尬 有些不对啊 夫君我千年未归 如今回来了 你们这些女人 不是应该喜极而泣 然而投入夫君 我宽广的怀抱中 享受那久违的温存和恋爱吗 居然对我视而不见 这是什么情况 对面苏妍和姬姚两人 倒是正在原地 眼眶忽然发红 不过还不等他们开口说什么 那边玉如梦便叫贺一声 苏妍 姚儿 阿罗随我结阵 月儿 滑肠 玩 秦儿另结一阵 愚者小心侧应 诸女文言 神色一速 立刻飞升而上 顺顺间 八女结成两大阵势 杀出战舰 他们所结阵势 不过是最简单的四项阵 这种庶人便可结的阵势 在末制战场那边极为普及 杨开也曾与陈希的几位七品 结过此阵 这阵势虽简单 不过却能让结阵之人彼此呼应 在这混乱战场上往往能发挥出很大作用 战舰上 龙共便只有十人 这一下走了八个 就只剩下两人了 拜见宗主 剩下两人中 鸾白凤 银银一礼 杨开 微微汗手 摆出宗主的威严 抬手道 免礼 还是属下靠谱些 夫人们 有些要造反的趋势 不过杨开也能理解 自己丢下他们 便是将近千年 谁心里还没有点怨气 毕竟都是女人嘛 少爷 悦和轻轻地喊了一声 声音哽咽 杨开上前 揉了揉她的脑袋 含笑道 不错 已经七品了 这些年修行没松懈 不但悦和七品了 这一艘战舰上的十位女子 清一色全是七品 悦和与鸾白凤自不必说 两人当年就已是六品之境 杨开走掉的这些年 无论虚空帝 还是灵霄宫 都不缺修行资源 而且 星界还有世界数子数 对悦和和鸾白凤 这样的开天境而言 紫竖的反补效果虽然没用 可也能提升修行速度 欲如梦等竹女早年 乃是直径六品的 他们这些人 要么本身出身洞天福地 有强大的靠山 要么以败那些八品神君为师 在物资不缺乏的前提下 修为自然精进迅速 这一支十人队伍 全是自己人 这明显是有人特意安排的 没有哪支队伍的人员 有这样的配置 十位七品联手 便是莫足御主来了 也能一战 这恐怕也是 诸女没有出现损伤的原因 当年 另外一个原因 是他们这艘战舰有些特殊 这一点 杨开来的时候 就察觉到了 论年纪 月和要比杨开大很多 毕竟杨开当年 遇到他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五品开天了 可被杨开这么一揉 月和却在忍不住 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就这么定定地望着杨开 哭中带笑 杀 战舰前方 欲如梦立鹤连连 出手毫不留情 杀气弥漫 杀得那些莫足胆寒 臭男人 都这个时候了 还不忘风花雪月 简直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杨开又躬身一礼 老大人 这些年辛苦了 多谢老大人造福 战舰微微抖动了一下 苍老的声音传来 带了些调侃的味道 老夫不辛苦 倒是你 可能要辛苦了 这艘战舰 并非真正的战舰 而是 辟邪一具化身改造而成的 只是看起来像战舰而已 当然 这么一具化身并没有 辟邪本尊的实力 不过相当于七品开天的修为 也绝对不弱了 更何况 辟邪本身最精通的便是防御 有这么一道 分身改造的战舰庇护 欲如梦等人想出事都难 十位七品 外加一具辟邪化身 这样的配置 足以在任何战场上横行无忌 前提是 不去主动招惹那些先天御主 此与大军不知道有何人主事 大概率是熟人 知道杨开的重要 所以才会将他的清卷如此安置 这个人情 杨开记下了 转过身 杨开道 稍后再续 还请老大人掠阵 化落石 以闪身冲出 他也没有刻意去帮 玉如梦等人杀敌 只是一人一枪 一枉无前 枪营笼罩之下 前方顿逃的莫族 如纸壶一般不堪一击 偶有一些漏网之鱼 都被紧随杀来的 玉如梦等人轻松解决 人族大军与小十族 皆都在咸尾追杀 整个战场都化作了炼狱 直到某一刻 战场某处传来一声 连绵不绝的长啸之音 收兵 一声声立鹤 从战场各处传至 紧追不舍的人族大军 这才停下身行 不能再追了 再追下去 人族这边 也要承受不小的损失 这一战 已经打残了 玄明域这边的莫族大军 战果巨大 不能指望一次性 将莫族全部解决 真逼得莫族那边 拼死反抗 人族也不会好受 眼下收兵是最好的结果 玉如梦等人 也纷纷闪身归来 一个个气喘吁吁 香汗玲玲 不少人身上带有一些血迹 显然是受了伤的 这样混乱的战场上 没人能保证自己毫发无损 总有这样那样的意外发生 杨开没有归来 先是催动太阳记和太阴记 收拢残存的小士族大军 这才返回战舰上 不过却没人理她 月和倒是想跟她说说话 却被玉如梦 有意隔开了 哎 家门不幸啊 杨开心中叹息 望着诸女一个个盘膝而坐 丝毫没有 要搭理自己的意思 不免怀念起最最温柔的小师姐了 小师姐若是在此 定不会让自己形单影之的 她虽没在这里看到夏宁长 不过心里也清楚 夏宁长应该不在这处战场 她素来不喜争斗 炼丹才是她最拿手的 眼下人族各路大军 对各种灵丹的需求量庞大至极 如小师姐这样的炼丹师 必定都待在安全的后方 炼制灵丹输送前沿阵线 这样的人才损失不得 人族高层轻易也不会让他们上战场 随着大军往回撤去 有数位八品从旁掠过 不过都只是冲杨开微微汗手 并没有上前叨扰的意思 他们显然也知道杨开与这一传女人的关系 如今杨开出规 与自家夫人们肯定有很多话要说 他们又怎会不拾去前来打扰 不过让他们感到疑惑的是 那战舰上的气氛貌似有些不太对劲 虽无争斗杀戮 却总有一种修罗场弥漫的感觉 让人不寒而栗 暗暗惊叹 杨开这家伙 厌服当真不浅 家中夫人如此多 关键个个都还是上品开天 实在是羡杀旁人 辟邪的低笑声传来 大友看热闹不嫌是大的意思 鸾白凤也在一旁左看右看 这一传人当中 就他一个外人 不过 他却丝毫没把自己当外人 饶有兴致地感受着 这诡诀的氛围 剧都在疗伤 杨开表情善善 也只能盘膝坐下 塞了一把灵丹放入口中 如一只受伤的野兽 默默舔视着自己的伤口 形容凄凉 月和看得心疼 不过还不等他有什么动作 欲如梦便睁眼 瞪了他一下 月和叹息一声 他虽心疼少爷 可如梦少夫人似乎有意 要给少爷一个教训 这种家世 他也不好干涉 而诸多少夫人 都是以如梦少夫人 马首是瞻 如梦少夫人有了决意 其他人都会配合的 转念一想 让少爷长点记性也好 免得他老是跑来跑去 早些年还好 走出去十几二十年的 时间也不算太长 而且来往都是三千世界之中 眼下一走 便是几百上千年的 还专门往危险的地方跑 确实有些冒险了 虚空中 有人在打扫战场 收拾那些战死的 将士们的尸骨 静默无声 却有悲伤在弥漫 杨开一边疗伤 一边与辟戏打探 如今人族这边的情况 自当年初天大进一战之后 这数百年来 他便一直东奔西跑 没个安稳的时候 便连不回关大战 与空之欲大战 都没能参与其中 哪里知道 眼下人族的局势 如今归来 自然是第一时间 要掌握一些情报 避泻自恃之无不言 一番长谈 杨开这才对人族近况 有些了一些最基本的了解 当年空之欲 与风蓝欲的两界通道 被墨族打穿之后 人族这边便开始了撤离和大迁徙 目标便是星界所在的灵霄欲 本章完 第五千五百七十四章 只是受了些小伤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这些事 杨开还是知道的 吞海域那边 正是他出手相助 才得以解决围困的莫族 又得他赠送小十足 从容撤离 杨开在炼花那两千多座 乾坤的旅程中 类似的是做过不少 毕竟他赠送出去的小十足 都有数千万了 可想而知遇到了多少撤离的势力 大多数大狱的武者 都已经撤离了 保全了力量 少数一些在半路被莫族大军拦截 有了损失 甚至有些全军覆没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莫族全面入侵三千世界 各处大狱能自保者 毕竟不多 遇到了莫族大军 那些武者根本难以抗衡 星界是人族未来的希望所在 是开天境的摇篮 这也是人族高层制定撤离迁徙方案的准则 要不然三千世界那么多大狱 为何偏偏要去星界所在的灵霄狱 不过那么多迁徙而来的势力 总不能全都窝在灵霄狱中 一来 灵霄狱可供生存的乾坤世界不算多 当然 新大狱那边也可以缓解一些压力 新大狱与灵霄狱比零 情况比灵霄狱却要好很多 无论是修行环境又或者是可供居住的乾坤世界 都要超出灵霄狱不少 唯一的出入口便在灵霄狱中 还被杨开当年下了禁止 唯有持有他特别炼制的狱绝 才能打开入口 安全进入新大狱 所以只要灵霄狱不失 新大狱绝不可能被莫族入侵 二来 人族也不甘心就这么放弃抵挡 真要是放弃反抗了 莫族只需要针对灵霄狱便可 如此一来 人族就太被动了 事宜在众多人族高层的决议下 眼下人族征集了众多开天境 以当初莫之战场的各路残军为框架 构建了十几路大军 以灵霄狱为中心 镇守这些大狱 玄明狱便是其中一处战场 另外还有天狼狱 双级狱等等 如今玄明狱号称有百万人族大军 但实际上经过多年征战 已经没有这个数了 加上残存的小石族还差不多 这数十年来 无论是玄明狱又或者是其他大狱 皆都征战连绵 虽然付出的代价不少 可人族所有力量 基本都聚集在这十几处大狱之中 倒也能勉强保证战线不失 但眼下来看 情况却是越来越糟糕了 这一次 十多位狱主忽然前来支援玄明狱 人族大军猝不及防之下 吃了不小的亏 要不是杨开忽然现身 力挽狂澜 玄明狱能不能保住都难说 一旦玄明狱丢失 那就意味着人族的又一次大败 这对人族大军的士气 是有致命打击的 而玄明狱这边的大军 主要便是以大眼军 大战军 九星军 紫穹军等十多只残军为主体框架打造出来的 这几只残军经历了初天大静 不回关 空之玉三场大战事 可以说 巨多是身经百战之辈 以他们为主体 在征召其他各大小势力的舞者 这才组建了玄明军 这也是杨开 为什么会在这里碰到玉如梦等人的原因 当年在空之玉中 虚空的和林霄公出身的舞者前去参战 被孝孝老祖亲自收编进了大眼军中 他们也可以算作是大眼军的将士 听完这些 杨开暗暗庆幸 他要返回星界 其实有数条路线可供选择 不过他选了最短的一条路线 只想尽快赶回星界 而这条路线上 玄明玉是必经之路 有些后怕 若不是自己适时赶到 玄明玉这边麻烦大了 当年幸亏的你提前知会 虚空玉这边早做了准备 所以当撤离和迁徙的命令传达下来之后 虚空玉的各大小势力都安然撤离了 只可惜 那些乾坤世界上的诸多生灵 辟邪悠悠一探 莫足入侵 那十几座乾坤世界上的生灵 根本没办法全带走 如今恐怕早已化作莫图了吧 杨开道 那十几座乾坤 已经被我炼化了 老大人不必愧疚 虚空玉算是他的地盘 杨开又岂会置之不理 当年杨开抵达虚空玉的时候 特意查探了一下虚空地的情况 发现虚空的整个消失不见 心知应该是 必须带人撤离了 那个时候 莫足还没入侵到虚空玉 十几个乾坤世界 皆都被杨开炼化带走 辟邪威正 倒是不太明白他所说的炼化 到底是什么意思 正欲开口询问 却见杨开忽然脸色苍白 一口惊血喷了出来 紧接着 气息迅速萎靡了下去 仰头便朝后面倒去 辟邪大惊 更有一阵惊呼 从四面八方传来 不过杨开最终没有倒下去 身后一具柔软的身躯挡住了他 杨开微微睁眼 看到了一张急切的脸庞 视玉如梦 一道道人影迅速微距了过来 一双双美眸中溢满了担忧的神色 夫君你怎么了 玉如梦颤声问道 这位魅魔魔圣乃还有方才的故作姿态 有的只是无尽惶恐和不安 杨开张口 还未说话 又是一口鲜血弥漫出来 将玉如梦的衣衫染成金色 这才喘息着道 没 没事 只是受了些小伤 手指轻轻敲了敲战剑的甲板 辟邪正了一下 连忙道 这哪是受了什么小伤 你的气息不稳 力量紊乱 是那几位御主的反击伤了你 杨开强撑着精神道 无妨 没什么大碍的 他越是这么说 诸女越是交集 方才杨开力展三位御主的雄资 他们其实是远远观望到的 如今想来 杨开一个八品 纵然能接连斩杀三位御主 定然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只是此前他一直压制着 没有表现出来罢了 疗伤丹 玉如梦喊道 一旁 苏妍手忙脚乱地 将几枚上好的灵丹 塞入杨开口中 扇清罗更是连忙蹲在杨开面前 抓住了他的手 催动力量查探伤势 少请 阿罗戴梅皱起 他没有查探到 杨开有什么受伤的痕迹 不解地望着杨开 轻声道 夫君你的伤势 杨开挤出一丝微笑 肉身无碍 伤在神魂 助擎名声道 射魂刺 杨开 亚然至极 你们如何知晓 雪月轻声道 是欧阳大人跟我们说的 他说了很多你的事 欧阳大人 欧阳烈 雪月汉手 杨开恍然大悟 玄冰君这边 既然有大眼君的残君 那么欧阳烈在这里 也没什么好奇怪的 欧阳烈是知道舍魂刺的存在的 当年在大眼观外 杨开七品开天的修为 凭借舍魂刺 在末朝空间内 重创击杀了多位御主和八品末徒 欧阳烈亲眼所见 如此看来 将玉如梦他们 变为一支小队 应该也是欧阳烈的手笔 眼见杨开还要再开口说话 玉如梦伸手挡住了他的嘴巴 莫要多说 疗伤要紧 杨开微微汗手 在玉如梦怀里 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闭上眼帘 身边群方环绕 个个都担心不已 前线那乾坤碎片上 人族大军大胜归来 各自安置 杨开身受重伤的消息 却是不禁而走 以欧阳烈卫君阳为首 不少八品又要来探望 不过却都被玉如梦等人拦下了 直到夫君如今重伤再生 不便见客 须得先行疗伤 对此 欧阳烈等人自然都是理解的 询问了一番缘由 得知杨开斩杀那三位御主 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据都是唏嘘不已 有八品拿出珍藏的灵丹 交于玉如梦 让他安心照顾杨开 玉如梦致谢收下 连斩三位先天御主 这小子 成长太快了 魏君阳回首望了一眼 辟邪分身锁化的战舰 神色莫名 当年在末之战场 初次听闻杨开之名的时候 他不过六品 如今居然跟他修为持平了 而且 战力更是彪悍异常 被他斩杀的 可都是先天御主 与寻常的莫足御主 不可一概而论 单对单 便是魏君阳与欧阳烈 这样的顶尖八品 都未必能够得手 杨开却做到了 当然 眼下来看 付出的代价不小 咱们是不是都老了 远九星军南军军团长 孔承德失笑一声 他们这几位八品 当年聚都是人节 修行多年 有了眼下的修为 可与杨开 这个后辈比较起来 多少有些自残行贿 空之欲最后一战 原本老夫是不太认同 老祖们的做法的 另外一位老者忽然开口 此人乃是原子穷军的 军团长费永泽 九品老祖们 是人族的脊梁骨 是人族最强大的战力 每一位九品都诞生不易 这么多年来 人族九品总共才多少人 老祖们在 人族未来便有希望 然而空之欲一战 老祖们却是义无反顾 进阶战死 老夫之前觉得 老祖们做错了 他们将人族的未来 压在一群毛头小子身上 未免太过冒险 现在呢 孔承德转头看他 费永泽默了默 开口道 或许是老夫的想法 太顾不自封 未来 再看看吧 杨开这一次 力展三位先天御主 明显也给他带来很大的触动 但老祖们当年的做法 到底有没有错 还需要未来验证 这不是他能够一言断定的 本章完 第5575章 圣灵来源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几人交流着 唯独欧阳烈一脸狐疑地不断回首望去 心里嘀咕 那小子 搞什么鬼东西呢 其他人不清楚 他战力如何 欧阳烈岂会不清楚 玄冥玉这边的八品当中 他与杨开最为熟悉 毕竟当年在大眼军中共事过很多年 而且他能从末之战场 杀回空之狱 也是脱了杨开的福 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连斩三位先天御主 杨开不可能毫发无损 他定然是催动了射魂刺的 这一点 欧阳烈不用去问 也能猜出来 受伤是在所难免的 可若是说杨开会受伤到那种程度 欧阳烈是不太相信的 当年不回关中 这小子汉勇他 可是亲眼看在眼中 而如今 杨开的气息微弱的犹如狂风中的烛火 一副随时可能暴毙的样子 真的假的 又回头看了一眼 欧阳烈眸中金光一闪 似是想明白了什么 轻笑一声 滑头 什么 魏军阳扭头望来 没什么 欧阳烈缓缓摇头 他虽看出点端倪来 但那是人家的家事 怎又会去点破 真要是点破了 不是平白误了杨开吗 心中笃定 这小子受伤是真 但绝不可能伤得这么严重 见他不愿多说 魏军阳也没刨根问底 开口道 这一战诸位都辛苦了 先行各自疗伤马 早日恢复战力 免得莫族那边 生出什么不好的心思 众人皆都汗手 这一战 玄明玉大军损失不小 单是八品便陨落了两位 虽说莫族狱主也死了三个 可狱主的数量 本就是八品多一些 欧阳烈魏军阳这些人 也拒都各个伤势不清 确实该赶紧疗伤 众人这边还未散去 一道身影便忽然从天将 落在境前 抱拳道 抱诸位大人 圣灵援军来了 欧阳烈忍不住骂了一声 来得可真是时候 这边都已经打完了 这一支圣灵援军才敢置 有什么用 收拾战场吗 早半日过来的话 玄军军哪会出现那么大的战损 也不怪欧阳烈心中有怨气 其他几位八品 心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之前战事胶着 玄军军几乎要被打的战线崩溃 正是需要支援的时候 这些圣灵们不见踪影 如今阳开来了 力挽狂澜 击退了墨族大军的进攻 他们却姗姗来迟 心中固然有些不满 可众人也知道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圣灵们总共就那么多 如今人族各处战线吃紧 这些负责四处支援的圣灵们 也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若是没有这些圣灵们的四处支援 人族十几处战线 最起码要崩溃两三处 人族眼下能守住十几个大狱 不被墨族突破 圣灵们功劳巨大 魏军阳叹息一声 他们也不容易 欧阳少说两句 欧阳烈闷闷道 老子知道 如今这世道 谁还容易了 都是在绝境之中求生的可怜人 他也就是随口抱怨一句而已 正常来说 这一支圣灵队伍来得虽然有些晚 可也不算太晚 若是没有阳开的横空杀出 如今玄冥军正是阵线溃败 风雨飘摇之际 圣灵们的到来 绝对能助玄冥军一臂之力 若是那些圣灵足够强大的话 或许能够让玄冥军反败为胜 请他们过来吧 魏军阳吩咐一声 暴训之人连忙退下 少请 在这暴训之人的带领下 一群约莫五十数的队伍 傲然而来 那五十人 剧都是圣灵所化 一身气势丝毫没有收敛 圣灵威压弥漫之下 四方将士无不退避 欧阳烈皱了皱眉 与魏军阳对视一眼 皆都心道果然如此 之前魏军阳说 总府司那边 会抽掉一支圣灵援军过来的时候 欧阳烈还问他 这圣灵援军 是不是从太虚境中走出来的那批 只不过魏军阳也不太清楚 总府司那边的调派 也不是他能够左右的 可如今看来 这些圣灵 还真是从太虚境走出来的 无他 这些圣灵的气势虽强 可基本上都只相当于 人族七品的程度 只有寥寥数位堪比八品 而且 也只有这批圣灵 会这么目中无人 如今站在人族一方的圣灵 分有三个处处 不回关 圣灵祖地 太虚境 比较而言 太虚境出身的圣灵们 实力普遍 要比不回关于祖地的弱一些 这倒不是他们本身孱弱 只是因为才刚从太虚境中 走出来没多少年 一身实力 都没有完全恢复 当年祝九英便是如此 他本身有堪比人族八品的修为 但被阳开带出太虚境后 也只有七品而已 花了不少年月 才恢复到八品实力 太虚境的法则 与外界截然不同 圣灵们需要慢慢适应 才能恢复 所以 一见到这些圣灵 大多都只有七品修为 欧阳烈等人 哪还不知他们的来历 这就是从太虚境中 走出来的那一批 不过并非全部 这些家伙可不是很靠谱 当年刚从太虚境走出来 抵达新界的时候 没少惹麻烦 最后还是 龙族浮广出面 狠狠威慑了他们一番 这才让他们收敛许多 而关于他们这群圣灵 八品开天私底下 还有一些没办法证实的传言 他们似乎很怕死 所以对人墨两族的战争 参与性不是很积极 如今固然因为一些原因 受总府司那边调派 可时常会出现一些 遗物战机的事 若不是逼不得已 总府司那边 也不会轻易调动他们 总府司那边也曾想过 将这些从太虚境走出来的百尊圣灵打散了 分编至其他的圣灵小队 可惜最终没能如愿 因为这些太虚境的圣灵抱团极为厉害 总府司若是强行压制的话 只会适得其反 如今 福广这位圣龙 闭关疗伤不出 还真没有哪位圣灵 能压他们一头 更何况 他们的身上 巨都打着阳开的标签 便是象山和米金伦等人 也不好做得太过分 一对五十位圣灵 还有一位人族七品 是压阵之人 因为发生过一些不太愉快的事 所以太虚境这些圣灵们 每次出动的时候 都会有一位人族跟随 名义上是引领路线 毕竟太虚境的圣灵们 对三千世界不是很熟悉 实际上也是一种监视 这一点 双方皆都心知肚明 那人族七品 也不知出身哪家洞天福地 到了此间 四下观望 脸色阴沉的 快要滴出水来 带到魏军阳等人面前 躬身行礼 总府思余镇 见过诸位大人 魏军阳含笑抬手 将他扶了起来 又冲到为首的几位八品圣灵 微微汗手 诸位一路辛苦了 为首的圣灵中 一位化作中年男子的笑了笑道 没什么辛苦的 倒是你们这边 这么快就打完了 不是说战事很是胶着吗 魏军阳道 出了点意外 莫族的进攻被击退了 他也没有详说的意思 那圣灵自然不会多问什么 只是呕了一声 转头望向余震 这边无事 咱们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余震冷着脸不吭声 众人见状 哪还不知 余震与这些圣灵之间 有些不太愉快 不过具体是什么事 就不是外人能够知晓的了 但这些出身太虚近的圣灵 确实有些不太讨人喜欢 与祖地和不回关的圣灵们 有些不一样 余震一个欺品压阵而来 与他们相处愉快才是怪事 说不定在半路上 受到了一些排挤 白跑一趟 队伍中 一个年轻男子 有些不满地道 亏得我等还紧赶慢赶来 这里的莫族太不堪一击了 总该多战一些时日才是 祸斗 少说大话了 真叫你去与莫族争斗 只怕你要下的裤子都尿湿了 谁不知道你最怕死 一阵笑声传出 那被换作祸斗的圣灵 顿时不满道 严莫 你又能好到哪去 上次你可是被一个 莫族御主杀的哭爹喊娘 大声求饶 严莫顿时涨红了脸 那可是莫族御主 比人族八品还要强大 我现在可没有恢复全部实力 若是恢复了 御主又算得了什么 一群圣灵吵吵嚷嚷嚷 魏军阳等人 巨都皱眉不已 他们再不回关中 也算是与圣灵们并肩作战过的 可不回关中的圣灵 固然一个个眼高于顶 不太看得起他们这些人族 可战斗起来 那是绝对没话说的 也是让人能够放心的战友 便是荣凤也如此 可眼前这群圣灵 什么玩意 这里是战场 是前线阵地 之前一战 不知多少人族将士战死 更多人受伤 却成了他们比较胆量大小的地方 心中虽有不满 可毕竟是援军 魏军阳等人 也不好多说什么 于震四世早已习惯了他们这般做派 只是望着魏军阳等人道 诸位大人 可需要我等协防玄明玉 以免莫族反扑 魏军阳扭头朝阳开休息的方向瞧了一眼 缓缓摇头道 不必了 这一次莫族损失不小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来进犯 就算再来进犯 有这位在 守住玄明玉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倒是其他的战场 或许需要援军支援 于震有些意外道 此番我人族大胜 这可是很久没有过的事情了 各处战场中 人族偶尔也会有获胜 但都算不得大胜 毕竟想要击退莫族 自己付出的代价也不会小 本章完 第5576章 那我呢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余震振奋 若玄明玉这边真的大胜 那可是个好消息 绝对能够鼓舞士气 魏军阳苦笑摇头 惨胜而已 若没有那两位八品的战死 确实可以说是大胜 可两位八品陨落 这一场胜利 就没有那么让人欢欣鼓舞了 听闻此言 于震脸色顿时发白 有八品陨落 魏军阳沉重汗手 两位 于震身形微微有些摇晃 自人族大军 开辟玄明玉等 十几处战场至今 八品不是没有陨落过 但人数不多 至今总共陨落的八品 也就十位 数十年 十位而已 可这一战 却有两位八品陨落了 不论战国怎样 确实都只是惨圣 八品修行不易 一位人族顶尖的天才 想要从毫无根基 修行至八品境界 数千年是最少的 此前多年大战 人族八品 不知战死多少 如今每一位活着的八品 都是人族的中流砥柱 现如今 玄明玉这一战 竟有两位八品陨落 于震低着头 双拳紧握 颤声道 那两位大人 原本应该不必死的 若是我等能早一些赶来 欧阳烈见他如此自责 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两位师兄死得其所 不必太过在意 这也不是你的错 那两位八品 虽战死沙场 可他们临死之前 也重创了自己的对手 如今马格果师 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于震缓缓摇头 忽然抬头 陆视着那一群 前来支援的圣灵们 眼中一片血红 此次支援 诸位半岛无故拖延形成 一物战机 导致玄明军两位八品总阵战死 此事 我会上报总府司 希望诸位到时候 能给个合理的说法 什么 欧阳烈等人脸色大变 魏军阳脸色阴沉道 无故拖延形成 怎么回事 方才于震那般那么说 众人还以为他是在自责 可如今看来 其中好像另有隐情的样子 一时间 几位八品看向圣灵们的目光 都冷立起来 无故拖延形成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余阵身为这一对圣灵的压阵之人 任何言辞都影响巨大 真要是如余阵所言 那这一对圣灵 是真的在一物战机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魏军阳等人 几乎不做怀疑 便信了余阵的说法 无他 这群来自太虚近的圣灵之前 干过这样的事 那是他们第一次支援 半道上磨磨蹭蹭 等到了战场 大战基本快要结束了 当然 那一次因为没有压阵的人族 所以也没办法证实 圣灵们到底是有意还是无意 正因为有了那次的事 所以这些来自太虚近的圣灵 每一次出动 都会有一位人族强者 陪同压阵 被几位八品这般盯着 圣灵们却丝毫不以为意 他们也有八品圣灵 不惧魏军阳等人 更何况 他们如今是人族必不可少的援军 纵真的查出点什么 也没人会将他们怎么样 为首的那中年男子 更是呵呵一笑 圣灵威压毫不掩饰地弥漫出来 魏军阳等人本就 伤势不清 此刻惧都是脸色发白 他望着余阵 淡淡道 人族小子 有些话可不能乱说 自接令开始 我等一路便紧赶慢赶 终于赶到此地 何曾耽误过行程 八品圣灵的威压 针对于震而去 于震煞煞时间 只觉得压力如山 莫说开口说话了 便是能站在这里没倒下 都已是极限 圣灵的实力 本就比同阶的人族 要强大一筹 更不要说 中年男子与于震之间 有一品修为的差距 做什么 魏军阳一身威势爆发开来 冷眼朝那为首的中年男子望去 大军阵前 造反吗 信不信我斩了你 中年男子瞧了一眼魏军阳 冷哼道 你还没那个本事 四目对视 彼此气势碰撞 魏军阳明显有些厚力不济 脸色愈发苍白 中年男子环顾四方 淡淡道 我等圣灵能前来相助 是你们的荣幸 如今不知感谢也就罢了 居然还敢大放厥词 简直不知所谓 此处战场 你们有损失 与我等无关 是你们自己废物 便是我们来早一些又如何 废物便是废物 早死早超生 省得丢人现眼 此言一出 众人大怒 欧阳烈几乎要打人了 不过考虑到自己眼下情况不妙 肯定不是人家对手 这才忍了下来 然而却是憋屈无比 咬牙怒吓 三千世界被墨族入侵 不管人族还是圣灵 都须得并肩作战 如此方能自保 我人族若面 你们圣灵 又有什么好下场 中年男子但笑一声 所以 我们这不是来了吗 就是来得有些晚而已 又不是大事 玄冥玉还没丢呢 一群蝼蚁叫嚣个不停 要不是有所顾忌 他早就动手了 魏军阳身后 于震宁声道 无论如何 此番之事 我会上报总府司 一切是非有总府司那边定夺 有圣灵嗤笑一声 你们人族的总府司 可管不到我们 我们愿意协助人族杀敌 那是我们自己的事 言外之意 若是不愿意 也没人能将他们怎么样 众人都憋屈无比 欧阳烈额头青筋乱跳 太虚镜中走出来的圣灵数量不少 足有百尊 如今八品圣灵都有好几位了 随着时间推移 他们越来越多的圣灵恢复实力 只会更强大 这样一支援军 以人族眼下的局势 还真没人愿意轻易得罪 此事闹到总府司那边 大概也就是不了了之 圣灵队伍中 不少圣灵面含微笑 为首那中年男子 更是屁腻傲然 他是笃定 人族这边不敢将他们怎样 才这般有恃无恐的 一人的声音淡淡传来 人族总辅思不行 那我呢 听到这个声音 诸多圣灵先是一正 紧接着都变了脸色 扭头朝声音来源的方向望去 只见得那边 一道熟悉的身影漫步而来 为首的中年男子 皱眉不已 这小子怎么在这里 方才他过来的时候 可没有察觉到 这小子的气息 不过仔细一瞧 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对方伤势严重至极 气息微弱 如风雨中的烛火 怪不得自己毫无察觉 这般伤势 没死已是万幸 随着阳开一步步逼近 诸多圣灵的表情变换起来 自他们当年被阳开 从太虚境送到星界 至今已有将近二十年时间了 不过这些年 一直都没有阳开的消息 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若说这世上还有 让他们忌惮的 龙族浮广算一个 阳开也算一个 前者是实力强大 他们惹不起 后者嘛 毕竟与对方 有本源大事的誓言约定 他们也是 需要遵守的 阳开身边 群方环绕 欲如梦等人都担忧地望着他 夫君的伤势严重 这一点 他们都看在眼中 这时候应该好好聊伤才是 跑出来 掺和这些事做什么 不过男人行事 也轮不到他们来说三道四 一个个都跟了过来 保驾护航 少请 阳开便站在圣灵们的面前 淡淡地望着为首的 那个中年男子 后者勉强笑了笑 抱拳道 大人 一群圣灵 也都连忙行礼 不管是愿意 还是不愿意 本源大事摆在那 他们之所以能从太虚境走出来 是因为发誓 孝中 阳开三千年 三千年后 阳开放他们自由 既是孝中 那便是上下之分 对阳开而言 这些圣灵都是从属 当时阳开是要他们认主的 只不过圣灵高 纵然他是龙族 其他圣灵也不愿认他为主 只愿孝中 阳开也无所谓了 孝中与认主 对他而言没什么区别 能帮忙杀敌就行 本以为将这群圣灵 从太虚境送出来 会是人族的一大助力 毕竟百尊圣灵 能发挥的作用 实在不小 谁曾想 还有这些烟渣事 他有些后悔 将这些家伙送出来了 今日只是自己见到的 还有自己不知道的呢 瞧了那中年男子一眼 阳开没多说什么 只是认出 他是圣灵逃兀所化 逃兀算得上是凶兽 滔铁与穷奇也是 这些家伙的先祖 曾做过危害三千世界的举动 所以都被老树抓进了 太虚境中压制 太虚境中的圣灵先祖 大多都是大恶之辈 行事没有原则 试杀成性 虽然先祖行事 与后辈们无关 但阳开带出来的这些圣灵们 多多少少都继承了一些 先祖们的血脉中的残暴 这样一群圣灵 与祖地和不回关中的那两批 自然不太一样 转头望向那压阵而来的七品开天 阳开点头道 见过于凶 于震狐一道 这位是 大眼 星界阳开 大眼君已经没了 如今颠入了玄明君 他也不适合再自称大眼阳开了 于震恍然 原来是阳大人 早就听闻 这位出身星界的俊艳 短短不到千年时间 从五品晋升八品 本还觉得有些以讹传讹 如今亲眼所见 方之不虚 人家真的是八品啊 就是伤势有些重 虽知人家的年纪 肯定比自己小很多 可修为百在这里 于震还是尊称一生大人 本章完 第5577章 一物战机者 展 小说《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杨开点点头 开口道 方才听于兄说 这次支援 有人办到故意拖延行程 具体是怎么回事 于震还未开口说话 陶悟倒是急忙叫道 大人 这是误会 杨开望着他 没问你 陶悟还要解释 杨开眼神骤冷 你敢多说一句废话 我斩了你 陶悟脸色顿时铁青 面露分色 不过最终 还是不敢多说什么 他身后的一群圣灵 也不免有些骚动 于震暗暗惊诧 这位杨大人好大的威风 陶悟这家伙 在所有从太虚境中 走出来的圣灵当中 也是极强的 如今足有堪比 人族八品的修为 要不然 此行这些圣灵 也不会以他为首 总府司那边 还真没人敢给他们白脸色 杨开这边不留情面 这家伙居然也忍了 还有 方才杨开出来的时候 这一群圣灵 可都是尊称大人的 什么情况 都知道太虚境中的圣灵 是杨开送出来的 可除了少数一些人 还真没人知晓 杨开与这些圣灵的关系 陶悟他们不会去大肆宣扬 毕竟身为圣灵 效忠旁人说出去也不好听 知情的几个人 也不拿这个说是 圣灵们高傲 他们能够相助人族遇敌 以示信使 宣扬那些有的没的 只会得罪他们 所以 眼前这一幕 着实让人有些惊诧 于兄 你说 杨开看向于震 于震抿着唇 抱拳道 总府司令下 命我等紧急前来支援 玄冥御战场 原定计划一日前 可抵达此地 参与战事 然而路上他们 却借口神法体困 休息了半日 更有 遇到那些零散莫族 也要前去追杀 耽搁了行程 如此 我等才在今日赶来 神法体困 杨开轻哼一声 圣灵们各个强大 如今虽没有恢复全部力量 可赶个路 就神法体困了 冷冷地盯了 逃兀这些圣灵一眼 不少圣灵表情善善 大概也觉得这个借口 太过随意 那零散莫族 有御主 于震摇头 只是一些领主为首的莫族 赤后队伍而已 杨开 微微汗手 魏军阳与欧阳烈等人 已是满面铁青 若于震说的没错 那这一支圣灵援军 完全可以在一日前抵达此地 若真的能在一日前来此 玄冥玉大军损失怎会如此惨重 那两位八平可能也不会死 之前魏军阳与欧阳烈聊商时闲聊 欧阳烈还问过援军的事 魏军阳指导 援军应该快来了 可他们也不曾想到 援军确实早就应该来了 只是半道上故意拖延了行程而已 一些领主为首的莫族赤后队伍 需要他们这样一批圣灵前去追击 他们的主要任务便是支援玄冥玉 莫说一些尚不得台面的赤后 便是真碰到了莫族御主 也应以大局为重 支援玄冥玉战场是第一位 其他的都可以不管 人族几位八平愤怒不已 只觉得总府寺那边所托飞人 可他们也知道 总府寺那边轻易不会调动这些圣灵 这一次调动了 肯定也是没办法的事 除了他们 恐怕再没有别的援军 能够前来支援玄冥玉了 杨开的表情平静至极 听完余阵的话后 转头看向陶悟 你有什么要说的 陶悟冷着脸不吭声 也不说什么误会的事了 他自有他的高傲 做了的事没被人说出来 也就罢了 如今既然说出来了 那就不屑去抵赖 末了片刻 才开口道 人族总府司 要我等前来支援玄冥玉 而今 玄冥玉还在 他没有多说什么 话外之意 却已经很明显了 玄冥玉没有丢 他们就算真的故意拖延了行程 那也不爱大局 杨开微微汗手 也就是说 你承认拖延行程之事了 陶悟咒眉不已 抓着这个事不放 有意思吗 就算自己承认了 那又怎样 难不成人族 还要杀了 自己这些圣灵不成 他们不敢 也不会 人族如今各处战线吃紧 对付墨族强者都捉襟见肘 哪有余力在树心敌 不管如何 从太虚境中走出来的圣灵们 都是人族不可或缺的助力 很好 杨开冷冷地盯着桃雾 忽然嘀喝一声 欧阳大人 人族军令如何说 欧阳列上前一步 沉声道 大军阵前 临阵脱逃者 斩 战而不利者 斩 霍乱军心者 斩 遗物战机者 斩 他几乎是咬牙切齿 说出最后一个字 杨开抬手就寄出了苍龙枪 枪间几乎顶到了 桃雾脸上 咬牙道 听清楚了 杀鸡瞬间 如实质般弥漫 欲如梦等人 也在第一时间 催动自身的力量 叙事待发 对他们而言 自家夫君做任何事 哪怕是投靠了莫族 他们也会坚定不移地 站在他这一边 魏军阳等人 倒是愣了一下 虽说他们都觉得 这群圣灵可恨 可杀 可真要是闹得不可开交的话 也不好收场 人族 毕竟还有要依仗 这群圣灵的地方 他们这些八品 早已过了快意恩仇的年纪 如今身居高位 凡事都只能以大局出发 而且 这不是一个两个圣灵 是一群五十位 还有另外五十位 在别的战场 杨开如此直接 更让圣灵们脸色大变 一个个圣灵之力 都情不自禁地弥漫出来 煞时间 场面剑拔弩张 察觉到这边的动静 许多暗地里观察的人族强者 也纷纷从四面八方掠来 爆发自身气势 与圣灵们的威压抗衡 于震有些傻眼 怎么也没想到 事情会闹到这地步 他心中虽恨这些圣灵 也决定要将此事上报总府司 可心里清楚 总府司那边没办法 将这群圣灵怎么样 顶多就是训诫他们一番 最终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这位杨总镇倒是果敢得很 长枪几乎都戳到人家脸上了 不过不得不说 这架势看起来很爽 也让人心中郁节之气打消 爽过之后 更多的是担忧 闹到这程度 该如何收场 总不能真的动手吧 太虚尽忠这群圣灵们 抱团的厉害 人族真要在这里跟他们动手 必定会有不小的损失 没死在莫族大军阵前 反倒被圣灵们给杀了 这才是天大的笑话 与他有一样担忧的不在少数 其中几位八品 也眉头紧皱 暗抚杨开 果然年轻气盛 如此行事 固然能逞一时之快 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搞不好 最后还要他们这些老家伙来收场 何苦来栽 心有顾忌 一个个迅速传言杨开 让他以大局为重 杨开面色淡漠 仿佛没听到 似是察觉到了他们的传音 原本神色还有些凝重的 桃乌忽然笑了起来 望着杨开道 大人 你想斩我 杨开道 你是他们的头领 此番之事以你为主 万事皆由你来承担责任 我斩不得 桃乌摇头道 大人执意如此的话 我也无话可说 只不过 他轻轻笑了笑 大人真要对我动手 我是要还手的 这可不违背当初的誓言 这里又不是太虚境 在太虚境中 他们这些圣灵的力量被压制 不是杨开的对手 逐渐这些家伙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而且又有杨开用带他们离开太虚境作为条件 所以他们都心甘情愿发下本源大事 效忠杨开三千年 本源大事不容亵渎 他们也会遵守誓言 但杨开真要对他们下杀手的话 他们也有反击的权利 总不能说杨开要杀 他们就得伸出脖子给人家砍吧 没这个道理 杨开是八品 他逃物难道就不是了 更何况 他笃定杨开只是在吓唬自己 真要是动手的话 就没必要这么故作姿态 直接一枪就捅过来了 哪还需要这般啰嗦锅躁 他巴不得杨开对他动手 如此一来 他就有摆脱杨开的机会 不必再遵守誓言 去效忠杨开三千年了 跟他一样想法的圣灵不在少数 三千年时间可不短 这一次 若是能打破这个枷锁 对他们而言是好事 以后他们就是自由之身 你尽管还手 看我能不能斩你 杨开淡淡一声 暗地里数位八品 还在劝说杨开 下一瞬 杨开手中长枪 便忽然爆发出狂暴的威势 一枪朝陶物脑袋戳去 口中更是立刻一声 想出手的 尽管出手 看看是你们死 还是我亡 众多人族强者惊呆了 圣灵们也呆了 陶物更是难以置信 杨开竟真的出手了 而且上来便是杀招 明显不是故作姿态 是真的要他的命 陶物大怒 想他也是八品圣灵 放眼这三千世界 人族九品不出 乃是最顶尖的强者 今日不过是来这边迟了一些 杨开便要杀自己 本就不愿受限本源大事 杨开这一动手 他怒归怒 心头却是狂喜 终于有机会摆脱这枷锁了 这一枪威能虽强 可要想取他 逃物性命 还差了一些 毕竟杨开一直将长枪顶在他脑门上 他多少有些防备 是以杨开这边力量一爆发 他便有了反应 圣灵之威爆发开来 身形晃动 便要躲避这一枪 便在这时 脑海中骤然一通 仿佛有锋锐的力量 撕裂了神念 让他头晕目眩 动作不由慢了半分 本章完 第5578章 真的斩了 小说 《武炼巅峰》 作者 默默 若仅如此也就罢了 杨开这一枪威势虽胜 却不足以取他性命 了不起重伤 偏偏就在此时 另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将他笼罩 逃物一身圣灵之力 竟在瞬间被压制大半 神念被撕裂 本就痛不欲生 圣灵之力又被压制 面对杨开这狂暴一枪 他如何能够挡住 似有闷响声传出 陶屋的脑袋 直接苍龙枪戳了对穿 一双眸子瞪大 溢满了惊恐和难以置信的神色 圣灵之力轰然弥漫 浓郁的精血爆开 偌大虚空被那血腥味充斥 人族众多强者 各个目瞪口呆 诸多圣灵同样难以置信 杀了 堪比人族八品的强大圣灵陶屋 真的被杀了 在结果出来之前 无论人族一方还是圣灵一方 都觉得杨开不太可能真的动手 大概率是威慑 陶屋一番 要不然也不会表现出 那么明显的杀鸡 人家陶屋也不是弱者 那般浓郁的杀鸡爆发出来 谁还没点防备 魏军阳等人 甚至已经做好了劝说的准备 等杨开气势爆发到顶点的时候 和下悉尼 如此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样杨开有台阶下 圣灵们也不会太丢脸 以后大家还有合作的可能 可杨开真的就这么把陶屋给杀了 实在有些难以想象 更让魏军阳等人想不通的是 这陶屋 未免也太弱了 这可不像杨开击杀那些先天御主 杨开杀那些先天御主 虽然也干净利索 可因为舍魂刺的原因 多少有些偷袭的成分在里面 杨开本身实力强大 又舍得撕裂自身神魂 来催动舍魂刺 便是先天御主这个层次 吃了一击 也要痛不欲生 被他抓住机会 迅速斩杀不足为奇 相应的 杨开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没见此前大战 杨开杀了三位御主之后 便不再对御主出手了 不是不想 而是心有余力不足 先天御主真这么好杀 杨开一个人 就可以解决了全部 人族哪还有这么多麻烦事 这陶屋 是什么情况 杨开将苍龙枪顶在他面门上 足足几十息功夫 居然还被一枪给捅死了 不是说圣灵普遍要比同阶的人族强大 难道太虚敬走出来的这些圣灵 有些不一样 人族一众强者迷迷糊糊的 不过反应却是极为迅速 个个都暗暗催动自身力量 警惕地望着那些前来支援的圣灵们 太虚敬的圣灵 抱团极为厉害 如今杨开杀了陶屋 谁也不敢保证 这些圣灵会不会造反 圣灵们没有造反的意思 有的只是哗然一片 被杀了 杨开说要斩 陶屋 真的就这么斩了 相对于杨开展现出来的很辣无情 更让圣灵们感到心悸的是 那一瞬间出现的变故 人族强者 只看到杨开杀陶屋如杀一只鸡仔 觉得陶屋太弱 感受得不太清楚 可圣灵们却察觉到了别的东西 陶屋被杀的那一瞬间 有一股莫名的力量从杨开身上弥漫出来 让所有圣灵的血脉之力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在那刹那 圣灵们只感觉自己仿佛身丹万山 沉重的有些喘不过气 那是什么力量 大多数圣灵不清楚 唯有少数几位八品圣灵有所察觉 正正地盯着杨开的手背 那里 方才似有什么玄妙的印记 闪烁了一下 只不过那印记消失得太快 谁也没看清楚 那就是压制之力的来源吗 圣灵们心头七七 若杨开真有压制圣灵的力量 那陶屋死的可不冤 可这世上 什么东西能够压制住圣灵之力 尤其是像陶屋这样的强者 居然也被压制住了 太虚近的这群圣灵 走出来没多久 自然不知 杨开身负太阳记与太阴记的事 事实上 这两大印记的知情者并不算多 尤其仅限于人族的高层 都知道这两大印记是 杨开用来催动净化之光的根本 没有这两大印记 黄金蓝金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融合为一 化作净化之光 可没人知道 这两大印记 不单单只能催动净化之光 这毕竟是太阳灼照 与太阴幽影亲自赐下的印记 有他们二位的本源之力 虽说黄大哥与蓝大姐否认了关于圣灵共祖的事 可他们本身与圣灵确实有一些无可追溯的关系 他们的力量超越了圣灵之力 他们的本源对所有圣灵都有极强的压制之力 就如龙族血脉 龙脉更精纯的龙族 在面对血脉赐于自身的族人时 有天生的血脉压制一样 当年杨开奉孝孝老祖之命 初次前往不回关 再不回关外 姬老三现身挑衅 杨开两次出手 清风将姬老三拿捏在手 便是姬老三化作了几千丈的龙身 也被他一巴掌打回人形 他靠的不是自己强大的实力 靠的更不是自身龙脉 比起龙脉 姬老三并不比他弱 他所依靠的 是太阳记与太阴记 对姬老三龙脉的压制 连姬老三那样的龙族血脉 都被压制得无法反抗 陶悟更不用说了 尽管他实力更强一些 舍魂刺突袭 两大印记的本源压制 陶悟不死谁死 徐徐收枪 杨开转头看向一众圣灵 方才他杀陶悟的时候 有几个圣灵力量翻涌 似乎是想帮忙的 不过都被两大印记的压制之力压制住了 一个恍惚间 陶悟已死 如今杨开冷眼看向他们 几个圣灵都脸色发白 大气不敢喘一口 生怕杨开会对他们也动手 连陶悟都死了 他们如何能是对手 是以古怪的一幕出现了 人族这边宁神以待 生怕杨开杀了 陶悟引起圣灵们过激的反应 真若如此 那今日这里少不了一场大战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战死 真出现这种情况 那才是笑话 可圣灵们哪有要为陶悟出头的打算 一个个都跟寒冬里没猪窝的鞍唇似的 缩着脖子不说话 看那样子 还有点小惊恐 魏军阳与欧阳烈对视一眼 满心不解 太虚近的这群圣灵 这么怕杨开的 他们虽然第一次与这些圣灵接触 可早就听了不少事 这些家伙比祖地与不回关的圣灵们高傲多了 当年在兴建 没少惹麻烦 都是林霄公那边帮忙擦屁股的 好在当初 他们还有点分寸 没闹出什么出人命的事 否则 哪还有如今的合作 不错 相对于祖地与不回关的圣灵来说 这一批从太虚近走出来的圣灵 与人族是合作的关系 他们协助人族 守护各大战区防线 不归任何人同属 这也是总府司那边 不愿轻易调动他们的原因 没办法保障什么 这一次 若是实在没有兵力可以调遣 总府司也不会派他们前来 不过 眼下这情况倒是让人族诸多强者 暗暗松了口气 没打起来就好 还有缓解的余地 如今就看杨开要怎么处理这事了 气氛意识间有些压抑 圣灵们望着杨开的目光复杂万分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惊惧和忌惮 更多的却是防备 唯恐杨开在下杀手 朱坚 好伴上 杨开才忽然开口 圣灵中 站在前方的一位榜大妖元 身如铁塔般的汉子 硬着头皮上前一步 抱拳道 在 说说 当初在太虚境 你们都答应了什么 杨开淡淡地望着他 朱坚 是杨开在太虚境中收服的第一位圣灵 这一次也来了 虽然化作了人形 可杨开一眼就认出了他 听得杨开问话 朱坚心头淒淒 至今他还记得 杨开要杀了他吃肉的事 当时若不是降服的快 他朱坚哪还有命在 对杨开 他本就心存忌惮 如今桃物被杀 愈发不敢放肆了 公公静静道 我等皆以本元发下大事 效忠大人三千年 此言一出 许多人族强者 惊恶连连 他们还是头一次知道 太虚境的圣灵 与杨开有这样的关系 效忠 这个字眼可有些沉重 尤其是对高傲的圣灵们来说 个个都强者 没有谁愿意去效忠旁人 更多的却是好奇 杨开是怎么收服 太虚境这些圣灵的 这可不是单单实力强大 就能做到的 杨开冷笑一声 我还以为你们都忘记了 朱坚低着头 不敢 本元大事干系重大 谁也不能亵渎 很好 那么我送你们出太虚境 又叮嘱过你们什么 朱坚立刻道 去星界找花青司 听他号令 这是杨开的原话 他自然是记得的 事实上 没有哪个圣灵不记得 杨开微微眯眼 冷哼道 这话 你们跟他说了吗 朱坚尴尬 这个 一见他这副 欲言又止的模样 杨开便知 自己猜得没错 花青司那边 或许压根就不知道 这些圣灵 是自己派过去 让他指使的 要不然 如今这些太虚境的圣灵 怎会如此行事 你想死 杨开谋中杀鸡在线 朱坚额头流下汗水 陶屋他们 与那位花总管说 是大人 您派我们过去帮忙的 这话倒也没错 杨开确实是让他们过去帮忙的 可真这么跟花青司说 那就不对劲了 本章完 第5579章 惩罚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圣灵们压根就没与花青司说 要听他号令的事 一个是帮忙 是勤奋 一个是听从号令 是本分 两者压根不是一回事 他们偷换了概念 估计也是他们的自尊心作祟 可如此一来 花青司就有所误会了 面对这样一支强大的 主动前来帮忙的援军 人族那边自然是诸多忍让 这也愈发让太虚近的圣灵骄纵起来 所以他们能与人族高层达成协议 彼此合作 杨开忍不住冷笑一声 你们倒是精明得很 这事也怪自己 当初他急着带乌矿去出天大镜呢 直接在老树那边开了一条通道 将圣灵们送去星界 自己却没有回去 当时自己若是抽空回一趟星界 将这事与花青司说清楚 也不会有什么事 然而 谁又能为不先知 这些圣灵会如此行事 那么花总管 又是怎么叮嘱你们的 杨开再问 朱坚额头流汗 花总管让我等来前线战场 配合人族大军便宜行事 杨开冷哼不已 你们便是如此配合的 玄冥玉战事吃紧 莫族强者来源 军情紧急 你等却无故拖延行程 今日若非我恰好归来 玄冥玉战场 只怕已经失守 魏军阳等人都面露愧色 杨开说的没错 今日若不是他恰好出现在这里 他们已经做好了 放弃玄冥玉战场的准备 甚至布置在这里的人族大军 能活着逃出去多少 他们心里也没有底 被杨开冷厉的目光扫过 圣灵们谁也不敢吭声 杨开眼下怒火中烧 巴不得有圣灵再跳出来好 砍了祭旗 他们拿胆冒头 陶兀说 人族总府司管不了你们 花总管 既然让你们过来配合人族行事 那么你们就该受人族总府司管辖 作为主使圣灵 如此一物战机 致我人族大军蒙受损失 我斩他 你们谁有意见 谁还敢有意见 不但没意见 听杨开这么说 众多圣灵提着的心 反而放了下来 杨开虽然没有名言 可话里话外的意思 便是此事只追究主使的陶兀 如今斩也斩了 大概不会再为难其他圣灵了 大人阴命 朱坚抱拳 杨开与其放缓 陶兀作为主使圣灵 死不足惜 你等虽罪不至死 却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句话 圣灵们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 不知杨开要怎么处置他们 魏大人 杨开忽然转头看向魏军阳 此战我人族八品陨落两人 杨开此前倒是不知道这事 只不过方才他在那边疗伤的时候 听到魏军阳与虞阵的谈话 哪里还不清楚 魏军阳神色黯然 汉首道 不错 这一战 人族八品陨落两位 末族御主备展三位 不算太亏 可事实上 那三位御主 都是死在杨开手上 这一战若是没有杨开 玄冥玉可以说是大百亏输 杨开转头看向朱坚等圣灵 冷声道 听到了 人族两位八品 因为你们姗姗来迟而亡 朱坚等圣灵心里委屈 却根本不敢反驳 三月之内 我要看到两位御主的向上人头 怎么杀 在哪里杀 什么时候去杀 是你们的事 做不到 杨开悠悠地瞥了他们一眼 你们的脑袋不保 诸多圣灵 奇奇变色 杨开语气淡漠 莫要以为我在说笑 你们四十九位圣灵 三位八品 杀两个御主不在话下 当然 你们可以试试逃跑 这三千世界广袤 说不定你们跑了 我找不到你们 不敢 朱坚苦涩回应 本源大势摆在那 谁敢逃跑 谁又能逃跑 可是杀两位先天御主啊 他们虽然也算实力强大 巨都是圣灵 可御主不是那么好杀的 那些御主 哪个身边没有莫足大军拱卫 他们想要杀御主 就得先解决这些御主麾下的大军 朱坚心中暗骂 陶雾实在是害人害己 非要在半路丹的行程做什么 如今他死了 一群圣灵 要给他背锅恕罪 心中富匪 可朱坚也知道 太虚尽忠的圣灵 一直生活在囚龙之中 如今好不容易脱困了 谁愿意轻射险境 都惜命得很 这也是太虚尽圣灵们 比其他圣灵更怕死的缘由 或者 你们可以投靠莫足 阳开笑盈盈地望着众多圣灵 没有哪个圣灵吭声 开玩笑 怎么可能去投靠莫足 那不是主动送上门 让人家莫话吗 他们虽然对莫之力 有极强的抵抗力 可若是一直被莫之力侵蚀 也未必能撑得住 罚了 诸位大人 小子先告退了 阳开冲魏俊阳等人一拱手 转身朝碧系分身那边行去 一边走一边咳血 好像马上要死了一样 让苏妍等人看得心疼不已 本就有伤在身 这下杀一个 陶雾虽然看起来干净利索 可谁知道 阳开又付出了什么代价 很快便回到 碧系分身打造的那艘战舰上 阳开脸色苍白坐下休息 苏妍坐在她身后 让她医着 众女围绕身边 担忧的虚寒问力 阳开气喘又死 欲如梦冷眼旁观 心中冷笑不迭 之前她也被阳开给骗了 害得她提心吊胆了好一阵 可方才阳开斩杀陶物的那股威势 哪里像是什么受伤之人 还肉身无碍 伤在神魂 这混蛋是有温神连的 方才心里担忧 再加上近千年未见 没想起来 如今倒是想起来了 有温神连庇护神魂 神魂上的创伤再严重 都不是什么大事 早晚能修补回来 偏偏她还摆出一副 马上要死了的样子 看着苏妍等人忧虑的表情 欲如梦清横 女人 头发长 见识短 你们这就忘记她 抛弃你们千年的事了 都散了 不要疗伤了 另一边 魏军阳喝了一声 挥手驱散 方才围惧过来的诸多人族强者 众人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撼中 没缓过神 被魏军阳这么一呵斥 这才反应过来 纷纷四散而去 心中大呼过瘾 这些太虚敬的圣灵的风平 他们都早有耳闻 这一次 更是因为他们来源迟了 导致玄冥军两位八品战死 心中自然憋着一股气 阳开阵斩逃雾 可以说是 好好给他们出了这口气 欧阳烈倒是砸把嘴 按道一声可惜 八品圣灵啊 就这么杀了 丢进墨族大军那边 让他杀敌也好啊 运气好 说不定能拼死一个狱主 还有那圣灵的精血和本源 若是抽离出来 让人族恋化 也是一大助力 阳开这小子还是败家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一群人散了得干干净净 魏军阳看着于震道 玄冥玉大战方休 诸事繁多 于震你且先回总府司复命吧 这边 短时间应该不会有战事了 是 于震抱拳领命 也不管那些圣灵们 转身便走 不过走不多时 圣灵们便急忙追了上来 逐渐凑到于震身边 善善笑着 于兄 杨大人让我们三月之内 斩两位狱主 可是狱主难杀呀 于兄可有什么指点 于震冷眼望着他 淡淡道 不敢 你们不是傲气吗 来的路上对自己是不理不睬 诸多鄙夷 自己催你们赶路要紧 还被逃物一通训斥 如今倒是客气起来了 谁不知道狱主难杀 如今活跃的狱主 巨都是先天狱主 不比任何人族八品差 个个都实力强大 这要是好杀 还要你们做什么 杨开给这群圣灵出的难题 着实让于震心头的欲结之气 消散了许多 朱坚叹了口气道 于兄 此前是我等不对 老牛在这里 带众多兄弟给你道歉了 如今惹怒了杨大人 三月之内 我们要是没能斩杀两位狱主 兄弟们怕事再劫难逃 杨大人那杀性 可不小 之前在太虚境中接触的时候 还没怎么察觉 如今才知道 杨开的心狠手辣 桃物被他说斩就斩了 都不带半点犹豫的 回想起来 当初杨开要杀了他吃肉的事 搞不好不是在恐吓他 当时他口中若蹦出个不字 眼下肯定已经成了杨开的腹中之物 一念至此 朱坚心里凉嗖嗖的 平白有逃过一劫的感觉 于我何干 于震淡淡道 他就是个压阵的 论实力 他可远不如这些圣灵 朱坚叹息道 于兄 我等虽有错在先 可若是能活下来 对人族也有用处 要不然 杨大人也不会将我们 送出太虚境 留我们在那边养老不好吗 真要是办事不力 让杨大人给杀了 那只会让轻者痛 愁者快 于兄你说是不是 于震有些 亚然地瞧了朱坚一眼 这老牛生的虎虎威风 还以为是没脑子的家伙 不曾想 也是有些想法的 虽不愿搭理这些圣灵 可于震却知 朱坚说的没错 这群圣灵是不小的助力 真要是给杨开全砍了 那也是损失 而且 杨开让他们三月之内 斩两位御主的事 还真不能马虎 圣灵们若是做到了 自然皆大欢喜 今日之事就这么结果 可若是没做到 杨开那边也难办 本章完 第5580章 以后叫他杨大头 小说 《五炼巅峰》 作者 默默 当着那么多人足强者的面 杨开的话已经放出去了 圣灵们真要是没能做到此事 杨开还真把他们全杀了 圣灵们不会坐以待毙的 有今日 逃物的前车之剑 真被逼到那个份上 这些圣灵搞不好要造反 到时候就会被 推到人足的队里面 如此才真的是轻者痛愁者快 事已虽心中不愤 于朕还是缓和了一下语气 道 三月时间可不算长 杀两位御主确实难办 我不过一个欺品 此事我帮不上忙的 逐渐忙到 没让于兄帮忙 只是我等的情况你也知道 对人足各大战场的局势不算了解 之前也不曾去关心什么 如今大人既有令下 我等自然是要全力以赴去完成 这样 回到总府司那边 劳烦于兄帮忙 说说好话 顺便打听一下 眼下哪处战场战事吃紧 我等即刻前去支援 不斩几位御主 事不罢休 于朕诧异地望着朱坚 一副没想到 你还有这脑子的模样 朱坚咧嘞笑着 憨厚的模样 别说 这还真是个法子 如今十几处战场 每一处都有人磨 两族的大军抗衡 战事频繁 总府司那边同览全局 对这些战场的情况 自然是了如指掌 于朕若是能想办法 从总府司那边打探点情报出来 指点一下朱坚他们 三月之内 斩两位御主 不是难事 毕竟这些圣灵也不弱 数量不少 心头失效 太虚敬这些圣灵 人族总府司那边之前 轻易是不敢调动的 因为不靠谱 这一次若不是真没办法 也不会让他们支援玄明玉 结果纵有自己压阵 还是出了纰漏 这下好了 有阳开阵斩 逃悟的前车之剑 太虚敬这些圣灵 以后估计也不敢不听话 微微汗手道 这个没问题 回头我帮你们打听打听 朱坚连忙抱拳 那就多谢于胸了 心中长呼一口气 有余阵帮忙 这次的劫难 应该可以渡过去 只不过杀两位御主 他们这些圣灵 也不知道会不会出现伤亡 想起方才阳开阵斩 逃悟的那一幕 朱坚忍不住打了的寒战 回去之后 还要跟其他兄弟们说一下 以后该老老实实的 要不然 逃悟就是他们的下场 欧阳 你说 若是我等联名上报总府司 让杨开坐镇 玄冥玉战场 统领此域 有没有问题 前线服录上 魏军阳忽然开口说道 欧阳列文言诧异 让他统领一域战场 他 实力有了 资历差了点吧 魏军阳还真敢说 杨开的强大 谁也无法否认 方才一战斩杀三位御主 重伤之身 更一招击毙圣灵陶悟 单论实力的话 玄冥玉这些八品开天 恐怕没一个能比得上他 然而 若说统领玄冥玉战场 欧阳列 还是觉得不太好 比较而言 杨开太年轻了 他是后起之秀 如今人族老辈的强者不知反击 不说他与魏军阳 比他们资格更老的八品 不是没有 如今玄冥玉战场 八品虽然数量不少 可还真没有一个真正能统领全局的人 玄冥玉这边 以魏军阳为首 欧阳烈 费永泽 孔承德 外加另外两位八品 联合管制 樊玉大士 也是诸位八品联名表态 以总府司那边的策略为大方向 制定应敌方案 当然 欧阳烈算是凑数的 他向来只管冲锋县阵 别的一概不管 如今魏军阳竟提议 让阳开来坐镇玄冥玉 统领此域战场 欧阳烈自然吃惊不小 如魏军阳 这样的强大八品 是不会愿意轻易拘于人下的 这倒不是要争权夺利 只是实力不够 资历不足的话 难以扶重 老外 你这么看好他 魏军阳瞥他一眼 有些无奈 外界都说他 魏军阳与欧阳烈两个莽夫 臭味相投 所以隐为知己 可他 若是没点头脑的话 总府司又怎会放心 让他坐镇玄冥玉 欧阳烈 才是真没脑子的 阳开阵斩逃悟 你看出什么了 魏军阳忽然问了个 不相干的问题 欧阳烈默默地望着他 杀个遗物战绩的圣灵 还能有什么 就知道 你啥也没看出来 欧阳烈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这小子年轻气盛 不是个能忍的 玄冥玉若是交给他 怕是不妥 魏军阳失笑摇头 你只看到了表象 欧阳烈不服道 你该不会说 阳开杀逃悟 是有更深层的考虑吧 皱了皱眉 他考虑到什么了 魏军阳扭头 朝辟谢分身那边望了一眼 开口道 他年轻气盛不假 但我觉得 他斩陶雾 既是威慑太虚敬那些圣灵 也是有意 在缓解人族与那些圣灵的关系 欧阳烈若有所思 他是莽夫 不过不代表真是笨蛋 只是懒得多想 如今听魏军阳这么一说 倒是隐约明白了点什么 太虚敬这些圣灵 风平一直不太好 好在之前都没有出什么大纰漏 总府司那边也不好苛责他们 然而此番志愿来迟 至我仁族两位八平陨落 这消息若是传回总府司那边 向山 米金伦他们又岂会轻轻接过 按军令 逃兀当斩 到时候 他们是杀还是不杀 杀一个 逃兀或许不难 却会得罪所有 从太虚敬中走出来的圣灵 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不杀 如何稳定军心 没有杨开在这边斩杀逃兀 总府司那边这一次 怕是要进退两难 欧阳列不住的汉手 是急是急 我也是这么想的 魏军阳懒得理他 你那木头脑袋 想个屁 继续道 消息传开 人族的将士们 必定要与这些圣灵生出界地 如今墨族入侵三千世界 人族 圣灵并肩为战 这戒地一生 说不定会影响到祖地与不回关那边的圣灵 毕竟他们这些圣灵 才是一家 三千世界如此处境 轻负在即 人族圣灵 若不能同心协力欲敌 只会后患无穷 欧阳列把脑袋点成小鸡灼米 你说的对 跟我想的一样 所以 陶兀必须死 也只能由阳开来杀他 陶兀死了 人族才不会对圣灵们有芥蒂 欧阳列一拍大腿 这小子 破得向大头和米大头的真传 以后叫他杨大头得了 转头看了一眼 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公脸 威严训斥道 跟你杨师兄多学学 别一上战场 就傻子一样往前冲 平时都动动脑子 公脸心累 上了战场 傻子一样往前冲的不是我呀 是施泽宁老人家呀 而且怎么就成杨师兄了 杨开的年纪比他要小很多的 好吧 人家实力强 叫师兄也没错 却不敢反驳什么 只能恭恭敬敬道 是 弟子记下了 欧阳列训完弟子 又跟魏军阳商量开了 要杨开来坐镇玄明玉 统领此玉 我是没意见 就是不知道老费 他们是怎么想的 魏军阳笑道 他们能有什么意见 如今人族这边两位九品老祖 困顿风蓝玉 动弹不得 每一处战场 都缺少定顶之人 杨开实力如此强大 而且他手上还有大量小师族大军 真要是让他坐镇玄明玉 那他就是玄明玉的定海神针 老费他们求之不得 也对 欧阳列畅想了一下日后玄明玉的局势 咧嘴笑了起来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让杨开来坐镇玄明玉 咱们给他打下手 跑跑腿 他完全不在乎什么名利的事 杨开固然是后辈 可真要是能坐镇玄明玉 也是玄明君的福气 忽悠想起一事 杨开他愿意吗 魏军阳一副成竹在兄的表情 他自然会愿意的 不愿意也得愿意 辟邪分身改造的战舰上 杨开闭谋疗伤 苏妍等人聚都围在周围 也在默默疗伤中 至于魏军阳说的 什么稳定军心 化解人族与圣灵的芥笛 什么鬼东西 他根本没考虑过 单纯就是 逃物不听话 那就斩了 将你们送出太虚境 就是要你们来帮忙杀敌的 如今杀敌不用心 那还要你做什么 当然 也算是威慑了一番那些圣灵 相信经此一事之后 太虚境的圣灵们 应该不敢再放肆了 如今唯有一桩难办 纵在疗伤中 他也能感觉到 欲如梦恶狠狠地瞪着他 眼神不善 如梦啊 夫君我是真的受伤了的 前前后后动用了四次舍魂刺 神魂撕裂的严重 幸亏不是接连动用的 中间有个缓冲期 要是接连动用四次舍魂刺 杨开估计自己此刻已经晕了 自己确实有温神连 这样的伤势不会影响根基 可那也是极其严重的伤势啊 恢复起来是要时间的 如梦这小蹄子是欠收拾了 杨开心中发狠 待伤势恢复了定要与他禀烛夜谈 倾囊享受一番才好 人族众多将士修整的修整 疗伤的疗伤 这一战人族这边战损不小 当然 墨族也没好过 彼此经历这么一次大战 玄冥玉这边 估计要消停很长一段时间了 没有变数的话 大规模的战斗 应该不太可能会爆发 不过两族将士小规模的遭遇战 那是避免不了的 这种事 不但在玄冥玉这边时刻上演 其他实际处大御战场 也是处处可见 本章完